第1121章 你把米军费尽巴黎研制出来的那些大炮 荡城时 穆克进前段时间得到上面的命令 将坦克二团与其他坦克兵交接 自己手里的兵恢复成普通状态 虽然知道上面有上面的考量 可这仗打到一半 突然让他们把坦克交上去 换成普通步兵 穆克进这心里 还是有点不得劲 听白团长说要派人去重县附近驻扎 夏离那个能折腾的女人 现在就在重县 他立刻报名 拉着自己手里二营的兄弟 直接前去支援 他带兵过来的时候 夏离正带着自己组起来的草台班子 与米军前来查看情况的军队对战 之前穆克进已经从白团长那里听说 夏离在这边麻起了好几千人 差不多已经可以自己组团了 他出于好奇心 想要看看这个能折腾的女人 出了南岛兵团到底能折腾成什么样 于是他明知道 夏离他们要与米军开战 却没有第一时间出现帮忙 而是让大家隐蔽好身形 悄悄潜伏到战场附近 看看那边战况怎么样 再决定什么时候去帮忙 结果刚一到重线 远远的就见到了一幅十分诡异的画面 敌军包围重线 枪炮对准重线 正在紧锣密鼓的部署 而重线这边 路线口正中央的平地中心处 站了一个白衣服的女人 看那身形应该就是夏离那女人 这没有什么问题 作为抗击美军的一员 站在米军对立面上临阵指挥 一点都不足为过 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这女人正前方和左右两侧 围了理三十层外三十层 层层叠叠的人 浩浩荡荡一大片 这些人马上要打仗了 不去探讨如何应敌 也不去核对自己的枪支弹药是否正常 而是对着站在最中间的 夏离七七跪在地上叩拜 神女万寿无家 法力齐天 的阵阵高呼声响彻云霄 木克靖他们离着老远 都觉得这激动的阵臂高呼声 穿透耳膜 气势辉煌的 令人叹为观止 就连对面那些要攻城的米军 都停下手里的动作 瞪大了眼睛 草丛里的木克靖 同样蹲在草丛里的二营其他人 二营副营长 凑到木克靖身边 小声嘀咕道 我怎么感觉 那个穿着一身白的女人 长得那么像夏离呢 木克靖嘴角抽了抽 视线落到夏离身后 那几个穿衣配色 十分辣眼睛的人身上 语气有些阴阳怪气 不但穿白衣服的是夏离 后边那个穿紫色大花衣服的 还是赵强呢 看来难倒还是限制这女人的发挥了 放出来 她怕不是过两天 自己就能见过 二营其他人 众人都觉得他们营长这话离谱 但看到眼前这景象 却又觉得最离谱的事 可能就是现实 二副营长脸上表情 那叫一个一言难尽 小声道 终于有点理解 为什么破四旧 就不让封建迷信了 真像他这么整 怕是是个国家都不会允许 你猜 越国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 跑重线这边来平乱 太有煽动性了 这呼呼啦啦的上万人 即便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光是看着这氛围 就让人觉得恐怖 那个掌权者不怕 那些人全都是真心实意 对夏离敬仰 一副只要夏离一句话 他们立刻向前冲的模样 但凡是个上位者 都不会允许这样的团体势力存在 就在他们这边低声讨论时 夏离这边也已经架好简易土炮 与米军进行第一波开火 木克静他们眼睁睁地看着 夏离一个首饰 他的那些信徒们 就把一些圆柱形圆滚滚的东西 插在大炮前面 木克静皱着眉头 眯着眼睛 仔细看那冠状物体 凑到二副营长旁边小声问道 那是什么 这会儿不应该装填炮弹吗 他们往里面撕的什么东西 那冠状物体个头太大 直接把土炮口堵上了 人家那边炮都上堂了 他们这是不想打了 二副营长两只手 拽着两只眼睛后 眼角往上拉 同样眯起眼睛 看夏离那边的情况 对于夏离他们给炮安装的东西 十分费解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该不会是什么新型武器 毕竟夏离是雷空弟子 弄出来点什么新鲜东西 也不为过 木克静嗜笑一声 视线一言难尽的贴着二副营长 没听过谁家炮弹为了威力强 连炮管都不放进去 搞个外置的 这玩意儿 要是能有大威力 你把米军费尽巴黎研制出来的那些大炮 荡成石 砰砰砰砰砰 第一千一百十二掌 二营长说 上面有任务派给你 木克静有些嘲弄的话音还未落 随着夏离一个压手的动作 那些冠状物体 被那些简易土炮 接二连三的打了出去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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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动山摇 米军那边连炮带人 全都被炸成一片火海 橘黄色和蓝色交织的火蛇 不断蔓延 瞬间窜起四米多高 且还有不断连续爆炸的趋势 火海中的米军 情状惨不忍睹 身形扭曲奔跑 声嘶力竭的呐喊 啊 救命 妈妈 我要回家 我讨厌战争 好痛 救命 凄厉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听得人毛骨悚然 而重现这边 自认为打完仗的百姓 开始对着夏里 进行第二轮叩拜 神女法力无边 万谢神女赐福 保住我们的家园 二营一众人 二营的人蹭了一下 奇迹从草丛里站起来 目瞪口呆地看着米军 已经成为一片火海的阵地 木克静面色严肃 抬手将脑袋顶上的帽子摘下 狠狠往地上一摔 冲着夏里的方向 气急败坏的吼道 妈的 二营的一众人兼自家营长 是真的动了真火 虽然也觉得 夏里有些胳膊肘往外拐 有好东西先给外国人 但还是维持为数不多的理智 纷纷上前阻拦 生怕现在木克静冲过去 和夏里掰扯这事 营长 你冷静冷静啊 你看看夏里身边那么多人 这都得有几千了 你现在过去跟夏里掰扯 还不得 让那几千人把你给吃了 对啊 营长 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 有什么事 咱们私下里跟夏同志说 啊 说不定 他有情非得已的理由呢 营长 你可不能冲动啊 是啊 营长 你难道忘了上回 挨夏里的那一顿揍了吗 您住了好几天院呢 那女人下手太黑了 您就多忍一忍吧 木克静 这帮家伙 是真想拦她 还是假想拦她 怎么越听 这些皮猴子劝她 她这心里就越窝火呢 二阳其他人却并没有 自己现在正在给自家连长 拱火的自觉 刚才给夏里扣拜的 就有好几千人 他们毫不怀疑 如果他们营长 以现在这种 怒气冲冲的态度冲过去 绝对能让夏里那些信徒 把他们营长当场打死 就凭夏里弄出来的那种大炮 别说是越国人了 就连他们都想 对着夏里当场叩拜 大杀气啊 人家别的炮弹都是建设 就他这个是直接爆炸 怪不得那圆柱形的东西大呢 看着就靠谱 夏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打了个仗 旁边还有人不但不帮忙 还狗狗碎碎的盯着她 她在把一套施过法的炮弹 打出去后 便明经收兵 身后传来信徒们 一阵阵的欢呼声 以及赞美声 夏里则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回到小院 看着桌子上摆着的那张纸 夏里的眉头皱了起来 对两个跑前跑后的保镖道 你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等赵强回来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要先打哪一个 这段时间 整个通讯联 已经形成了一股无言的默契 夏里带着手里的信徒打米军 越国人是从来不会考虑米军过来 枪支弹药和粮草 肯定会跟着的这一茬的 平英俊他们 就可以在夏里通知他打完了后 绕到人家米军的根据地 把粮草和装备全部收编 夏里让平英俊 追查那几条车折印 最终开去的方向 也有了进一步的答案 几人商量好 既然手里有人有枪 那就过去打 如果陆定远真的在那 推平了 陆定远就出来了 如果消息有误 那些县民们看到的人 并不是陆定远 那就当成 他们在为华夏抗击米军 反正现在找陆定远 除了重现这边 也没有别的线索 就只能先这么干了 两个保镖这些天 也确实累得够呛 夏里身为神女 就要保证他高高在上的姿态 无论是训兵 还是教授信徒们 如何使用枪支大炮 全都是他们的活 也亏得着高强度的历练 他们现在最基本的越国话 也能听懂一部分了 阳性保镖摇头 赵强应该马上回来了 咱们还是先定一下 接下来带着那些越国人去 我们才好安心休息 阳性保镖是怎么都没想到 明明是来越国出 护送任务的 结果最终 却成了教官兼参谋 跟着被保护的对象 愣生生地拉起来 将近一个诗的兵力 就这成就 回去以后 够他吹一辈子的了 夏里觉得也行 毕竟睡一觉睡到一半 让人叫起来挺难受的 还不如等到人回来 上两碗可劲儿睡 咔哒 院门被打开 屋子里的三人视线 全都看过去 赵强快步走进来 确认周围没有人之后 迅速关上门 大步走向夏里 语气严肃地道 排长 二营长说 上面有任务派给你 让你现在就过去 夏里 第1123章 哦吼 这不是巧了吗 夏里诧异地道 木克静 他们坦克二团 不是在东边战线吗 怎么突然跑到这来 赵强对这件事也不太清楚 只能挑着刚才自己去营地时 听来的闲言碎语 和夏里说 我听说上面 卸了木营长的坦克团领导职位 他现在已经不管那边 夏里闻言 去拿芒果的手一顿 心情有些复杂 很难保证木克静的突然调职 和沈娇的特务身份 没有任何关系 明明执掌华夏最厉害的坦克团之一 只要这场战争不犯大错 可以活着回去 军功绝对不会少 升官也跑不了 可他现在在前线出生入死 可偏偏媳妇在家里 出了那么一档子事 说不定在沈娇这件事弄明白之前 他晋升的路都会被压制 怎能叫人觉得不惋惜 要不这几天就对他好一点吧 他不招惹他 他就不对他了 夏里 行 那我先去找他看看 上面有什么任务分派给我 回来咱们在商议 要先攻占哪个军营 屋子里的三人都没什么意见 赵强再一次跟夏里一起 一路避开重现百姓 悄悄来到通讯联所在的营地 夏里刚一进帐篷 就见到木克静仰头看着帐篷顶 神情十分复杂 他有些纳闷地抬起头 顺着木克静的视线看过去 绿绿的帐篷顶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 他视线不解地看项木克静 疑惑地询问 你这是看啥呢 经过刚刚的一段时间沉淀 此时的木克静已经冷静下来 见到夏里并没有第一时间质问武器的事 而是看都没看夏里一眼 视线依旧落在帐篷棚顶上 唉声叹气 我在想 同样是华夏的部队 咱们有的部队可以穷得叮当响 打一炮都得惊打细算 可有的部队却负的流油 什么东西都是最好的呢 夏里在木克静 这句长须短叹中 听出了酸气冲天的极度 顿时就乐了 作为一个过来人 他十分语重心长的 给小年轻解答这个问题 大概穷得叮当响 和富得流油之间 就差一个可以让他们去抢的狗大户吧 再次身为富得流油的标杆 夏里觉得 他应该感谢一下 这位名为米君的榜一大哥 木克静 夏里一一指着帐篷里的东西 从帐篷到里面的水壶 以及医用用具 连钢笔都算在内 十分坦然的道 我们出来的时候 只有123个60-30步枪 外加36把M16 以及半个月的粮食 和破破烂烂的帐篷 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全都是靠我们的双手 一点一点从敌人那里小至以情 动之以理得来的 枪炮这些人手 一把M16就不用说了 我们的粮食够吃到明年下半年 如今我敢说 除了中央指挥部 就没有一个队伍 比我们还富 说完了 像是怕对木克静的刺激还不够 又补充了一句 顺便一提 最开始那36把M16 其中有33把 都是我们排的 只有自己动手 才能封一足十 你不好好和米君讲道理 米君怎么会被你的诚意感化 乖乖给你们物资 木克静 他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要怎么吐槽 夏离这槽点满满的话 说来说去 全都是靠武力直抢呗 夏离 你这么说也不全对 毕竟我是讲道理的 木克静冷笑 你讲的哪门子的道理 他怎么没看出来 夏离撇起嘴角 虽然人脾里脾气的 但回答的相当真诚 拳头才是硬道理 木克静 他是疯了 才会相信 这女人嘴里能说出来像回事的话 木克静听了夏离这个建议 还是听进去了些 但也舅舅只把他这建议听进去一半 抢确实是可以抢 但正常队伍都不可能留下那么多军资给自己 夏离这只是特例 就说目前整个华夏 哪个队伍能人手一把M16 简直奢侈 看来之后 他还可以想想办法 从老米那边逃疼来点东西用用 太富了 一赢这帮人太富了 夏离不理会 他那变来变去的表情 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翘起二郎腿 懒懒散散的问道 上面给我什么任务 木克静回过神 严肃表情 政策道 咱们有一名前线指挥的高级将领被抓 我们收到消息 三天后 米军会将他秘密转移 我们需要在米军的一个集团军 将他转移的过程中 把人营救出来 组织分配你 带着手底下的人 配合我这次行动 组织最开始下达这个任务时 是因为集团军押送那位高级将领的路线 途经重现附近 上面的人 想让夏离这个神女 给他们做掩护 说不定还抱着 想让那位高级将领 先躲再重现 等安全了再出来的心思 但穆克敬猜想 组织估计都没想到 夏离的信众拓展速度能这么快 这边都快能足起一个步兵师了 夏离听说要营救人 眉头不自觉猝了下 他这几天 准备带着人 把那几条路线上的米军全部推平的 如果要营救人 又要耽误时间 想到之前从平英郡那里收到的搬迁后地址 夏离突然问到 是哪个集团军 穆克敬 米军的第三集团军 夏离 哦吼 这不是巧了吗 第1124章 押送任务 之前平英郡查到的车折硬撤离方向 其中有一个就是米军的第三集团军 集团军的兵力 一般在三万到十几万不等 与他们的兵力过于悬殊 夏离之前想要一家一家找的 都是把第三集团军排在最后 准备再收纳一些信众和俘虏再说 没想到现在居然还给他碰上了 这到底是什么运钱 要不抓个人 问问有没有陆定远这号人 夏离果断答应 行 木克静见夏离答应 轻咳了一声 拎着屁股底下的凳子 往夏离的方向凑了凑 压迪声音小声道 既然咱现在都是一伙的了 你有什么好东西 是不是就不应该藏着掖着了 夏离诧异的看向他 我有什么好东西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心中顿起防备 立刻正色 果断拒绝道 我抢来的就是我的 你想要你自己去抢 白团长来我这儿都没有回去的东西 你别想从我这扣走一厘米 木克静 木克静一脸嫌弃 气急败坏得道 我是那么缺物资的人吗 说完有些尴尬的轻咳了一声 声音都弱了几分 好吧 我确实是缺物资 眼瞅着夏离眉眼一束 恨不得抬起巴掌呼他 木克静连忙道 你别误会 我们缺物资 可以自己想办法 我现在不管你要物资 夏离一挑眉 干脆双臂抱胸 翘着二郎腿 懒洋洋的往以背上一靠 语气中带着几封玩味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木克静平时对着他没事 都能找几句查 或者那话对他两下 如今这么低声下气 看来所求不小啊 木克静也没绕弯子 直接坦然道 就是今天你打米军时 用的那个一烧一大片的炮弹 咱们现在都算是一个队伍的了 你这不能厚此薄彼啊 咱们怎么说 都是华夏的兵 你总不能给越国人用 却不给咱们自己人用嘛 夏离就眼睁睁地听着木克静 往他身上扔了一个又一个的道德绑架 脸上的表情逐渐古怪 眉眼一弯 笑得有些不怀好意 你真想要 木克静点头 回答得相当果断 想要 夏离转头 冲着帐篷外喊 赵强 把咱们今天用来打米军的那玩意儿 拿拐几个 给二银掌掌掌眼 多拿几个 门口直守的赵强 是 木克静搓搓手 满心期待地等着赵强回来 十分钟后 木克静看着帐篷里 地上一落 挨一落马着的数十个 宛如胖科技一样的煤气罐 整个人陷入沉默 怪不得火焰大 框框框的 一烧一大片 那哪是什么正经炮弹 这分明是一场小型的煤气爆炸 另一边 陆定远和王政伟他们 被带到另外一个米军部队 由于陆定远和白糖的杰出表现 两人均升职半级 这天一早 陆定远被叫到领导办公室里时 心下紧绷 生怕几方已经暴露 他们来的米军这个据点 和之前那个全是游击兵组成的据点 完全不同 这里纪律性极严 来这儿已经四天都没找到机会离开 现在长官突然单独叫他 很难让他不多想 陆定远敲了敲门 在对方应答过后 来到长官办公室内 他一脸素容的询问 长官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陆定远现在的长官 是一个四十几岁的中年 褐色三七分头发的米国大兵 他随手将手中的钢笔合上盖 放在一边 对陆定远一脸严肃的道 爱德华中士 你的努力军方一直看在眼里 这次叫你过来 是因为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押送任务 需要你带着你的小队 与其他小队一起参与进行 希望你可以很好地完成任务 第1125章 没那么简单 陆定远听到这领导的话 先给悄悄松了一口气 不是他们暴露了就好 既然是任务 肯定要出营店 看来这次 他们可以趁此机会 离开米军军营 陆定远立正 与气相当坑枪 保证完成任务 长官对陆定远这种铁血无情 做什么事 都十分认真的状态很满意 终于露出一个笑脸 他大步走到陆定远身前 伸手给陆定远立了李坚章 看着他十分赞许的微微点头 这次让你们秘密押送的 是一名重要的华夏军人 具体情况 明天一早 你们的带队会下达通知 他一由所指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坚章 希望你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这勋章也可以很快换成新的 要好好努力 陆定远 押送谁 你把这任务再说一遍 这么好的一个技能跑 还能解救我方人质的任务 陆定远自然不可能不接受 他一脸素容地 对长官行了个礼 客套话说的 比在白团长面前还顺了 多谢长官赏识 陆定远的长官抿着双唇 赞许地点了点头 好你出去吧 陆定远 是 陆定远离开长官办公室后 找到每天处理公务 已经泪成狗的王正伟 一起去探望 正在医疗处养伤的白糖 医疗处 这里是给米军受伤军人治疗的地方 一间大开间 左右两边 分别齐齐整整地摆了一趟床 满屋子里弥漫消毒水的味道 白糖腹部缠了厚厚的绷带 躺在铁架子床上 整个人无聊地看天花板 自从周围的几个病号 全都出院以后 他就身为一个脾气古怪 不招人喜欢的士兵 被其他病患与医疗工作者排斥 孤零零一个人 站了半间屋子 陆定远 他们过来的时候 白糖正看着天花板发呆 两人走近了 王正伟压低声音 用只有三个人能听到的音量嘲笑道 你临床的话牢 又被你气走了 这都第三个了吧 白糖谜语不太行 怕露下 别人和他搭话 他都不敢多说一句 大家都受重伤 无聊地躺在那里 在这个没有往的年代 和临床唠唠嗑 已经能算是唯一的娱乐方式 可偏偏白糖不敢说话 别人怎么跟他说话 白糖都不理会 别人可不就觉得他难接触吗 白糖自然听出 王正伟话里的野鱼 视线平淡地转向他 落在他那满是疲惫的脸上 或许 你可以把你的黑眼圈擦干净 再过来 对我阴阳怪气 再过一段时间 你怕是要离开咱们这小队 直接调到中央的文职工作去了吧 怎么着 王正伟这是想把工作 做到美国的国务院 王正伟 两人半斤八两 谁都没比谁好多少 一时间心里的憋屈 全都转换 成为了哀声叹气 白糖视线转向坐在旁边 一言难尽 看着他们两个吵架的陆定员 很想表扬一下 他们营长最近一段时间的 接触贡献 但到底没敢 十分乖巧地询问道 营长 你们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王正伟也把视线转到了陆定员脸上 刚才这家伙急匆匆地来找他 问他有什么事 他只和他说 见到白糖一起说 现在人见到了 也该说说了 陆定员没隐瞒 直接把长官下达的命令 和两人说了一遍 他让我们去押送华夏的高级指挥人员 我来问问你们两个的意见 白糖听到陆定员这话 顿时乐了 这还需要什么意见 当然是我们逃跑的同时 把人直接劫走啊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 事情没那么简单 第1126章 亲友怀疑 王正伟在刚才陆定员提出这个任务时 就意识到了陆定员在想些什么 米军为什么偏偏找我们几个亚裔 来完成这场押送活动 能被叫高级指挥 起码也应该在团长以上了吧 那么重要的华夏高级指挥人员 不应该找他们可以信任的 纯白皮肤的人 自己亲自押送吗 他们在米军部队里待了一段时间了 深刻的体会到 哪怕嘴上 大家都不说种族歧视 可一到行动上 就能发现 种族歧视无处不在 重要的任务要给信任的人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白糖惊诧地看了一眼王正伟 又像是寻求答案一样 看向陆定员 营长 陆定员点头 我也是怕 这是一场针对我们 或者是组织的陷阱 所以才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如果真是假的 绝对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这消息传给组织 他们虽然是华夏的军人 却不认识所有的华夏高级指挥官 如果对方真的设下陷阱 他们自己陷阱去道好说 万一组织也听信了这个消息 白糖皱眉 脸色也没有刚才那么开心了 应该不会吧 如果他们真觉得咱们有什么问题 直接把咱们处决了不就好了 这就是他们的营地 也不用绕那么大的弯子 王正伟叹了一口气 咱们现在在敌军军营中 危险重重 绝不能行岔他错一步 否则等待我们的 就是万丈深渊 这事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说着 他视线看向陆定员 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先探查一下目标人物 起码看看 是不是咱们华夏的人 陆定员微微汗手 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上面的指令 是让我们明早集合 在那之前 目标人物一直被秘密关押 我们只能试试 今天晚上能不能接触到目标人物 不过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几人也都觉得可能性不大 对于米国来说 华夏的高级指挥官 就是他们的战犯 那么重要的人 无论真假 都会严加看护 绝对不可能让他们轻易接触 但既然已经提前得到消息 总归应该去试一试 王正伟伸手拍了拍白糖的肩膀 兄弟 这几天要委屈你了 白糖肚子上的伤还没好 不应该和他们一起奔波劳碌 但如果对方是真的 他们就要借着这次机会 救走那名高级指挥官 顺便逃跑 自然不可能把白糖 扔在米军大营里面 这么安心的养伤 白糖微微动了一下 扯动伤口 疼得有些呲牙咧嘴 这有啥委屈的 能回家还委屈 这几天在这儿 除了你们过来 我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都快憋锁了 那才是真的委屈 白糖以前也没多爱说话 可自己不爱说话 和被动不能说话 完全是两回事 尤其是别人在他耳旁叨叨叨 他还一句都听不懂的时候 别提多难受了 陆定远趁此时机 给白糖恶补了一些 要求出院的米文 这才和王正伟一起离开医疗区 白糖下午是怎么撒泼打滚 非要离开医院 上战场为米国军方尽忠 暂且不提 王正伟和陆定远二人 打探好俘虏营放风时间 前去俘虏营兵分两路 分别去打探华夏高级指挥官的状况 陆定远和梅诗人一样 走到俘虏官押区 他先是围绕着俘虏官押区外围的铁丝栅栏 离着老远走了一大圈 哪怕圈起来铁丝栅栏 外面也是五米一哨 根本不是好近的 陆定远心下微臣 心知今天怕是不好见到人 第1127章 真的是他 想了想 还是装作梅诗人一样 冷肃着一张脸 大步往俘虏区里走 他这模样 就好像是长官来视察一样 他的行为举止 过于落落大方 还真就把几个站岗的守卫给蒙住了 陆定远观察着 有哪些人表情松动 故意往他们的方向走 想看看能不能混进去 随着他逐渐往铁丝网的方向走近 也远远地能看清 俘虏营中到底是什么状况 此时 俘虏营中正在操场上来回行走的人 大概有七八十人 相隔距离很远的 在米军的监视下 慢悠悠地拖着身体闲逛 俘虏营的饭食 想当然不会很好 更不会让俘虏吃饱了 等着他们搞事 这些人有气无力的 如行尸走肉一般 缓缓移动 陆定远放在身侧的手 微微握紧 心情复杂难言 如今是美国和俄国打仗 华夏之源 在米军俘虏俘营的这一营人 到底是什么成分 可想而知 他不敢轻举妄动 只是依旧装作没事人一样 栩栩靠近 人群之中 他撇到了一个 看着稍显熟悉的身影 瞳孔不自觉放大 心猛地提到嗓子眼 那人看着六十几岁的年龄 头发花白 身上的华夏军装破破烂烂 胳膊缠着一条 看着很破旧的绷带 上面有暗红色的血迹 映染一片 显然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那人长得十分像一个人 他发小郭红利的父亲 郭守夜 自从发生了当年那件事以后 他就从首都军区 调职去了南岛兵团 许多年不曾回家一趟不说 就算回首都 也在家待不了几天 在他的记忆里 郭守夜还是一个四十多岁长相 意气风发的男人 猛的看到一个苍老了这么多 而且脸上黑道 黑块的人 他也不太敢确认 对方是不是发小青爹 但如果真的是的话 陆定远毫不怀疑 华夏肯定会派兵 来救援这位老革命战士 这位现如今的军职是军长 比柳师长军职还高 是真真实实 华夏国宝级的高级指挥将领 如果放到如今月米战争中 绝对是军级数一数二的指挥官 一旦他真的出个好歹 整个战区说不定都得乱 看来这件事难办了 刚一靠近 就有一名明显 比其他人关之高的米国大兵抱着枪 视线紧盯陆定远 眉头皱紧 见陆定远依旧往俘虏区里走 满脸怒容的大声吼道 喂 你是哪个部队的 这里是俘虏关押区 不能靠近 赶紧离开 陆定远 陆定远不想打草惊蛇 只能无奈地转身离开 无论是不是 只能等明天早上再说了 如果他们押送的不是郭守夜 等他回归队伍以后 和上级确认一下郭守夜 目前的位置再说 陆定远与王政伟会合 王政伟那边没得到 什么有效的信息 陆定远不太能确定 也只是稍微说了 一下自己的猜测 王政伟顿时被陆定远 这个猜测吓了一跳 他震惊的意识 有幸无言 深吸一口气 压低声音道 什么情况 军长那么大一个官 平时出行 不都得带个几十个护卫吗 这怎么还会被挟持到这来了 陆定远皱眉 这事还不好说 有可能只是长得像 如果是 我们必须要把人救出来 如果不是 我们便尽快归队 查清楚那位现在的状况 之后再谈要如何 营救俘虏营里的人 虽然现在讲究人人平等 但大家心里都清楚 营救军长的兵力 和营救普通士兵的兵力 肯定不一样 这就得等他们回去以后 才能确定了 王政伟叹了一口气 希望不是那位 否则这是牵连的 可就太广了 军长在战场上 让人劫走了 要说这是没有自己人 从中作梗 谁信 陆定远他们只通知了兽子 明天早上 偷偷牵到他们的队伍里 大家一起离开第三军团 并没有把俘虏营里的那个人 疑似是军长的事 告诉兽子和白糖 如今他们自己都不确定 没必要再多两个人 和他们一起寝室的 这一晚 陆定远和王政伟 谁都没睡好 一直辗转反侧到天明 第二天一大早 时间还没到 陆定远和王政伟 就不约而同的 提前很长时间 到达集合地点 带队的人 刚刚把人从俘虏大营提出来 见到陆定远他们小队 居然这么上进 整个人十分诧异 他走到陆定远身边 一脸赞叹地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语气赞许的道 不错 很有上进心 说着 他拿着黑皮手套的手指 了指双手 被反减的俘虏 难得好脾气地介绍道 这就是我们 今天要押送的人 你们唯一的任务 就是绝对不能让这人逃离 说着 他声音冷凝几分 别怪我丑话说到前头 这人是华夏十分重要的指挥官 也是我们的一大筹码 如果他真出现点什么问题 我们所有人都都不住这个祸 陆定远耳边是带队的人 一句又一句的说话声 可他此时 却已经什么都听不到了 他视线近距离落到那男子的脸上 耳朵里嗡的一声炸开 真的是他 第1128章 必须摧毁 郭守夜显然也看到了陆定远 见到儿子好朋友 居然在敌军阵营 郭守夜心中也无比震惊 但两人反应速度都极快 哪怕心里再震惊 也没在面上表现出来半分 视线交汇了一刹那 迅速撇开视线 目光不再有任何一个交集 全当没看见对方 陆定远刚刚因为实在太过于震惊 实际上并没有听清楚 带队的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但不耽误 他使用万金油回复 十分严肃的回答 Yes Sir 带队的人对陆定远的态度十分满意 现在的年轻人都自视甚高 根本不愿意听长者的训诫 眼前这个矛头小子完全不一样 至少他能听得进去人话 十分赞许的点头 你不错 他们两拨人来得早 现在还没有到最后集合时间 其他队伍并没来起 带队的人只能命令他们 微微分散开 一起等待其他人 陆定远自从确认过对方的身份 整个人都没再说过一句话 脑子里飞快运转 要如何用他们手里仅剩的四个人 在对方上百号人形成过程中 把人安然无恙地救出去 王政伟看到陆定远微微低着头 食指关节抵在下巴上的不在状态模样 立刻意识到 他们昨天的猜测大概成真了 那人真的是郭守夜 现在可怎么办 必须得把人叫出来才行 陆定远和郭守夜 虽然都认出了对方 却都没有相认的意思 如今在敌营 他们两个就算相认了 又能怎么样 难道敌人会因为 赞叹他们勇气可嘉 就直接放了他们吗 不 他们只会拖累彼此 让对方死得更快 小队人到齐 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赶路 越国这么落后的国家 自然没办法 指望他们 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个能让人住得下去的酒店 且越国多山区和树林 土地有泥泞 一天的跋涉过后 众人都累得连手指头 都不想抬起来 脚也肿得生疼 却不得不继续在丛林里夜宿 陆定远随便吃了一点东西 起身走到看守俘虏的人跟前 将手里的巧克力递给他 还没吃东西吧 我在这看一会儿 你先去吃东西 今天晚上我来守宴 一脸严肃站岗的美国大兵 看到陆定远给他递东西 看向陆定远的眼神 十分复杂 他可没忘了 昨天下午 这名军人还在俘虏营外面乱逛 一副意图不轨的模样 最后还是他给撵走的 他刚才也把这事跟头儿说了 头儿只说 这人第一次执行押送任务 所以紧张 想来看看押送的是谁 他之前刚刚抓获一个毛泽国特务 应该不是坏人 可现在一看 同样累了一整天的人不去休息 反而主动过来帮他排班 这人可能真的还不坏 收起你的巧克力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种黑暗料理 就连狗都不愿意吃 那美国军方为了让前线战士 不把巧克力当零嘴吃光 自己把巧克力做得难吃无比 这事难道还能怪得到 他一个华夏人吗 陆定远则接替了他刚刚的位置 身子笔直的 给仅有一人的监狱站岗 没一会儿功夫 陆定远周围的三个看守人员 也全都换成了他们这边的人 王政伟看了一眼 以俘虏为中心 四脚都有把手的米军守卫 给陆定远使了一个眼神 让他赶紧和郭守夜说好 他们好趁机带人赶紧跑 他们队的车钥匙还在他这 只要他们能离开 那些米军就根本跟不上 陆定远自然是没有任何意见 他微微点头 趁着其他人都没注意他们这边 像是巡视环境一般 抱着枪大大方方的走到郭守夜身边 此时的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去 周围除了一些咀嚼声 和互相吆喝着吃饭的声音 再无其他 郭守夜听到有脚步声走到他附近 疲惫的掀开眼皮 就看到了他们院长大的孩子 陆定远 郭守夜从来没想过 陆定远在敌军军营里就是叛变 只认为陆定远现在在米军军营 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任务在执行 他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不可能干出出卖祖国 那种丧心病狂的事 现在见人想办法溜到他身边 也一点都不意外 刚想要说什么 就见陆定远一脸严肃的 用极其快速 且微不可闻的声音对他道 一会儿 我手底下的人 想办法把那些直岗的人引开 我带您离开这里 郭守夜心道果然如此 他在临行之前 见到陆定远的那一刻 就知道这孩子会来救他 可这份好意 他终究要辜负了 郭守夜也一脸正色 压低声线 声音极清的道 我拒绝这次营救 第五军团咱们必须去 之前他还觉得 就算是冒死 他也绝对没办法完成任务 可是现在有海军陆战队的人 还有陆定远 这个兵王在 他要做的事 能成功的几率大大提升 简直是天遂人怨 陆定远眉头紧簇 不解得道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的时间 您的身份对华夏极其重要 还请您不要任性 一把年纪了 还被称之为任性的郭守夜 他这年纪 都快能赶上眼前这臭小子他爷了 任性是个什么鬼 他压低声音 脸色严肃 语气极快的道 这一趟必须去 我得到准确消息 咱们现在这要去的第五军团区 有敌军的导弹发射系统 我们必须去摧毁他们才行 陆定远 第1129章 临阵接任务 陆定远自然知道 捣毁敌军的导弹发射系统 到底有多重要 如果将敌军的导弹发射系统破坏 敌军除非舍得下血本 直接发射洲际导弹攻打他们 否则短时间之内 就没办法再对华夏用导弹 他们现在确实有夏离 制造出来的便宜反导系统 但也并不是说 有这种反导系统 就是全无伤亡与消耗的 一旦破坏导弹发射系统 他们在这场战争中 可以解救许多人的性命 与财产安全 但陆定远听了郭守夜这句话 第一反应还是一脸严肃的反对 不行 如果去了第五军团 再想要把您带出去 就太困难了 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说太困难了 都是往好听的说 实际上的情况是 如果真的被送到第五军团 等待郭守夜唯一的下场 就是死亡 华夏真的会为了他撤出越国战区 甚至割地赔款 让人民的利益受到伤害吗 不可能的 陆定远这个旁观者 都能看得清的事 郭守夜这个当事人 又怎么看不清 他这次之所以被俘 是因为得知 敌军导弹系统 就在第五军团的密信 怕消息走漏 敌军将东西转移 他连夜带着自己的人转移阵地 想将这消息带回指挥中心 好让华夏进行进一步步数 可谁能想得到 跟了他二十多年的警卫员 居然是米国埋在华夏的探子 他们那一行小队 全部被击破 他也被米军俘虏 虽然早就已经在俘虏营里 做下一定的部署 让人想办法 将消息秘密传出 而他作为诱饵 不惜一切代价 转移米军的注意力 尽量给他们制造机会 可他也知道 即便这个消息 能在严密封锁的 米军营地里传出去 也很难保证不泄露 直到他看到 在敌军混得很好的陆定远 心里又升起了另外一个袭击 如果能成 那就是造福战场上 千千万万的华夏士兵 挽救千千万万华夏战士的性命 郭守夜内心复杂万分 面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他对陆定远 露出一个轻松又温和的笑 我本就从来没想过 还可以回去 这条命是华夏给的 我不会背叛我的国家 我身后是千千万万 用劳作供养我的百姓 我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们 我不会被用来要挟华夏 永远没有人能用我威胁我 守护了一辈子的华夏 华夏儿女 坚韧不屈 绝不妥协 郭守夜说话声不大 却字字铿锵 语气中的坚定 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陆定远知道 郭守夜说的每一句话 都发自真心 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一时之间 心酸 尊敬 敬佩之意 充斥心头 无以言喻的心情混合在一起 无法言说 只感觉胸腔滚烫 鼻头有些发酸 郭守夜目光凝重地看向陆定远 语气十分严肃 这是一项十分严峻的任务 参与到这个任务当中 就要将性命抛住于脑后 陆定远同志 我是否可以相信你 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这任务随时可能丧命 虽然他相信陆定远的军事素养 以及对华夏的热爱 但如果出任务的战士 主官不想去做 或者中途脱逃 都没有办法完成这项任务 更有甚者会打草惊蛇 他不能让这件事 出现任何一丁点的闪失 陆定远敏纯 视线紧紧地盯着眼前 这个头发花白的老革命战士 没有一丝一毫犹豫 当即道 我愿意接受这次任务 比起数万将士的性命 以及整个华夏的安危 他个人的性命安全 简直不值一提 在参军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对祖国 对党发誓 要用自己的血肉 组建成新的长城 用自己的满腔热血 与剑兽的身躯 守护华夏 只不过 可能要对那个小魂球食言了 好在李庆南会平安 回到华夏 他也不算完全失约 第1130章 失约 郭守夜看着眼前 这个算是他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心里虽然有担忧与愧疚 却也对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觉悟 十分赞许 他们军人家庭出来的孩子 果然没有一个是闹肿 只不过 他可能要和老战友说一声抱歉了 经历着宛如赶死队一般的任务 他的儿子 大概没办法再回到华夏 只能等老战有百年之后 九泉之下 他再向他谢罪了 郭守夜端肃着脸色 一脸郑重地对陆定远道 陆定远同志 现在组织发布 给你一项艰巨的任务 以我为二 不惜一切代价 破坏敌军在第五军团的导弹发射系统 挽救千千万万华夏士兵的性命 你能不能做到 陆定远心情前所未有的沉重 浑身肌肉紧绷 没有一丝一毫犹豫 一脸正色地坚定回答 保证完成任务 而站在他们不远处 隐隐约约将他们的对话 听个七八分的白糖三人 也面容严肃 在心里坚定地回答 保证完成任务 陆定远这边 考虑着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 而在重现的夏离 把日子过得跟护在长城上的烂泥一样 懒洋洋的根本扶不上墙 他整个人十分没形象地 歪靠在椅子上 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掀起眼皮问赵强 那边还没准备完呢 赵强看了眼时间 刚才杨哥说 再过十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现在出发 夏离点点头 又窝了回去 还是踩点吧 本来夏离也没准备搞得那么齐的 但明天就得和木克敬 他们里应外合的去接任 有那么多信徒可以用 他自然是不可能 光渴着自己脸里的人祸祸 肯定要把这些信徒们都带上 可上次围剿米军坦克团 就遇到了华夏军人 这次围剿米军 如果再碰到华夏军人 夏离怕重现那个满星星岩子的县长多想 于是想到了个主意 在营救那名华夏高级指挥官之前 先组这几场 对周围驻扎米军的扫荡 早中晚个一次 没叫包括平英郡在内的任何华夏军队帮忙 有了这三场的空荡 明天再去救人 碰到华夏人 也显得不那么突兀 没一会儿功夫 那信保镖就来叫人了 他带着重现县长走到门口 侧过身 让县长和另外几个带头人 对夏离跪拜行礼 自己则对夏离微微点头 示意他可以走了 夏离一副仙气飘渺 高高在上的模样起身 脚步虽看着不及不徐 可实则速度极快地带着人 直接赶往米军驻扎军营 他挑的这几个米军驻扎的军营 基本上都是车折应通向的军营 也都是城镇附近驻扎的军营 唯一的联系就是 他们几个挨得比较近 转场的时候 不用走太多冤网路 到了地方 一如既往的 是在敌军目瞪口呆的情况下 信徒们对夏离进行一场虔诚的叩拜 然后开始兢兢业业的开战 在由刚刚因救命之恩入交的顾云逸 对着敌军军营 用华夏语 谜语 越国话 轮番大喊 无辜者速速离开米军军营 否则神女将降下天罚 惩罚你们这些不义之辈 这就是夏离他们随便想出来的办法 煤气罐爆炸伤人 一伤一大片 根本不受控制 他们这么提前喊一喊 那些无辜的人 或者不想打的人 肯定会逃跑 也能确保 别发生他们前面来找陆定远 结果亲手把陆定远原地火葬的悲剧 在确认敌军之内 并没有陆定远以后 这场让米军看得离奇的两军交战 就此拉开帷幕 夏离手里有比大炮便宜许多的煤气罐 在不要求精准射击的情况下 攻占速度如有神助 几十个煤气罐一起扔过去 轰隆隆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大地都跟着连连震战 场面极其暴力 解决速度也极快 对方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已经被煤气爆炸炸的措手不及 打完第一场 夏离就想带着人直接走 然而 他刚走出去几步 附近一直被米军欺压的乡镇中 就迟迟地走出来一帮人 且慢 说话的老人 大概七十多岁的年纪 头发大半都已经发白 他声音十分红亮地叫住夏离他们 视线却死死地盯着面纱遮面的夏离 眼里带着十分具有侵略性 甚至有些偏执的星光 夏离见此 眉头顿时皱起来 看着城镇里面颤颤巍巍走出来的老头 以及他身后零零散散走出来的普通老百姓 想要速战速决 立刻看了一眼县长 他还赶着下一场呢 可没时间跟他们在这里耗费时间 县长跟着夏离这么长时间 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副手了 从夏离那儿得到指示 当即上前一步 挡在那颤颤巍巍的老头身前 面色不渝的道 快退下 神女将领拯救越国 和我们这些苦命的百姓 你不要在这里耽误我们拯救世界的事件 真的是神虐 那颤颤巍巍的老头身后 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 惊喜地喊了一声 那声音里的雀跃不言而喻 可以听出她心情有多好 第1131章 就只能这么走下去 不然之前的努力不都白费了 就在夏离疑惑他们想要干什么的时候 以那颤颤巍巍的老头为首 从那城镇里走出来的所有人 齐齐对着夏离跪倒在地 那颤颤巍巍的老头 都不用夏离自我介绍 当即声音洪亮的道 神女 我们已经等您好长时间了 我们整个红屏线都是真心归顺 仰慕您的威能 愿为您效全马之劳 求您度化我们 在这苦难的世界里解救我们 我们愿意为神女献上自己的一切 说着颤颤巍巍的老头 直接五体投地地对夏离深深跪拜 前程中带着有些偏执的疯狂 而他身后的一众人 也全都对夏离跪下 高举双手 满眼火热地看着夏离 并对他深深叩拜 神女法力齐天 我等愿为神女献上自己所有的忠诚 求神女度化我等 神女法力齐天 我等愿为神女献上自己所有的忠诚 求神女度化我等 神女法力齐天 我等愿为神女献上自己所有的忠诚 求神女度化我等 随着众人珊瑚海啸一般的前程跪拜 是扑面而来的前程感 他们把夏离当成了这个战争年约的救赎 看向他的目光 就像绝望无助的人 看向唯一可以解救他们的神明 痴迷且偏执 夏离 夏离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成功收复 八百直接就可以上战场的金状 以及一千五百可以充当后勤的妇孺 起初夏离他们什么都不用说 直接就可以收到人 还是挺让夏离他们高兴的 毕竟这个队伍越壮大 找到陆定远的效率就越快 可随着他们这一天打了三家 可每家附近的老百姓 见到夏离他们多一句废话没有 直接就入教的行为 就让夏离他们有些高兴不起来了 短短一天的时间 夏离手里的青壮年已经高达一万两千 可以充当后备人员的人数高达四万以上 老信徒们为神女的信徒增加而开心 自觉自发的去给新入教的信徒们讲纪律 根本不让夏离他们操心 可夏离他们的晚上明经收兵 回到小燕就剩自己人的时候 既然坐在那里 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夏离抱着自己的饭碗 一脸哀容的长叹了一口气 怎么办 我有点怕呀 赵强也一副苦瓜脸 捧着饭碗丧头搭脑 派长 你别问我 我也有点怕 上午那些人投降 我还挺开心的呢 结果到晚上 看他们那风魔投成的架势 我已经完全开心 不起来了 邪教太吓人了 说谁邪教呢 夏离捧着碗 不满的邓向赵强 声音里带着浓重的威逼利诱 赵强缩了缩脖子 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只能小小声地嘀咕了一句 我根本就没撒谎 你不觉得 他们那疯了一样的态度 比我党当年打收复战 老百姓扫踏相迎的模样 还要夸张吗 咱们党打倒国 可是抗战了14年 对老百姓一向很好 还有群众基础 才得到那种待遇 到你这一个星期 就把他们弄成这样 一个个的脑子里 除了神女 什么都不想了 不是邪教是什么 说句不好听的 咱们在城县这 声望明显比越国政府还高 再这么下去 不出事 才有鬼呢 两个保镖 夏离 这事能怪他吗 一开始 谁能想得到 封建迷信的扩充范围 能那么大 而且传播速度 还那么广 早知道这样 他也不会这么忽悠人了 他以前也没搞过封建迷信啊 再说 重现还有他周边的城镇 早就已经被米国占据 越国政府自己不来解放他们 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遭遇苦难而不管 导致声望降低 这能怪得了我一个其他国家 受约来帮忙打仗的人吗 你当那些越国人 为什么对我死心塌地 还不是知道我把米国人打跑了 他们就能正常过日子 性命与尊严 不再轻易受到危险 这本身都是应该 越国政府该干的事啊 夏离同志这话虽然说的糙 但话糙里不糙 捞干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越国要是真的能自己摆平米国 小鹿不会在战场上失踪 夏离同志也就不用上战场上来 在这里大肆兴盛封建迷信了 到了如今这状况 两个保镖也只能叹气 杨信保镖十分理性地道 要不我们还是 停止攻击镇子附近的米军军队吧 再这么下去 我怕越国官方还没把米军打出去 就得先派兵来把咱们剿面 那些人太疯狂了 宛如汝燕归巢一般 疯狂地跑向他们 对着夏离同志的方向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声音喊破了音儿的那头 就败 再这么下去 哪怕他们有华夏军人这一层身份 也难保越国领导人 不会觉得他们 是披着华夏军人的身份 想要在越国造他的反 这股势力壮大起来的速度太快 且这些人太过于虔诚 抓住救命稻草的架势 宛如鬼魅一般 他毫不怀疑 如果夏离同志 真的对越国有什么不满 说要攻打越国 这些人一句话都不会多说 肯定听夏离同志的话 直接往上上 夏离现在心里也发愁 他还是头一回 手里捏着兵 却因为兵多而发愁 叹了口气 还是再等等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就只能这么走下去 不然之前的努力不都白费了 如果越国真的派兵过来镇压他们 白团长那边 肯定能收到消息 等他们提前通知我们 我们再离开也来得及 这段时间 尽快想办法 把陆定员找到 也省着夜长梦多 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等明天咱们就完人 就把那几个分派点 尽早全都想办法抄了 反正他们耽搁的 驻扎单位都不大 除了第三军团 咱们拿下其他的补充问题 几人虽然都觉得 现在这种扩充民兵的状态很危险 却并没反对夏离这个提议 大家心里揣着事 早早地躺下睡觉 最终却辗转反侧到天亮 第1132章 走起 第二天一早 赵强一开院门 就看到门口如过去的几天一样 整条街道上 密密麻麻的跪满了人 全部面向他们这个小院 有的时候 赵强真觉得 人的适应力特别强 就像如今的他 在见到这让人头皮发麻的 大型邪教聚会现场 他已经不会再感觉惊吓不已 内心无波无澜到习以为常 跪在最前方的县长 满脸严肃 高举双手 平拍向前叩拜 声音十分恭敬的道 给神女早上请安 劳烦神使传句话 神女庙地基已经搭建好 还请神女示下 对神女庙地基是否满意 如果不满意 我们立刻就改 所有信徒 尽在朝阳洒满大地之时来此 带来最新鲜的蔬菜瓜果 想要聆听神女的神域 还望神女降下神域 县长说完这话 身后众人立刻跟着重复 还望神女降下神域 那齐刷刷 声音刻板的模样 就跟原版复制粘贴一样 赵强现在都挺佩服自己 来越国这么长时间 普通的越国化学的磕磕磕磕 却被封建迷信灌了一脑袋 县长说出来的那么多复杂的词汇 他居然听懂的 大多半都是有关封建的 把对方的意思听了的大概 也不知道对方具体说些什么 赵强只对县长微微点头 然后就转身进屋去找夏离 就这样吧 反正无论对方说了些什么 他们排长都能把事给圆回来 夏离也确实如赵强想的一样 能忽悠 他站在人群最前 在县长和百姓们三催四寝 让他降下神域后 这才调整声音 微微抬手 高贵冷宴的栩栩开口 我昨夜夜观星象 有一股邪恶势力 要从我们联合阵地中穿过 这股势力自带灾恶 如果任由他们 从我们的联合阵地中穿过 会冲破我们联合阵地的气域 我们必须要将他们彻底驱除 跪在地上的信徒们 听到夏离这话 立刻就慌了 一个个慌乱的左顾右盼 想从周围人那里得到一些安慰 乱窝窝的低声讨论声此起彼伏 看来看去却发现 大家都跟自己一样慌 心里顿时就更慌了 有人满脸凄苦地看向夏离 声音里都带着几分无助 神女我们要如何做 才能去除这股邪恶势力 让灾恶不再降临到我们身上 夏离心说 那当然是把米军从越国打出去 让他们再也不敢犯 心里小声吐槽 面上该干的事还得干 他语气里带着浓重的安抚性 宛如被信徒们认为是死结一般的 这种可以冲破气韵的事 在他看来完全不是什么大事一样 大家勿要担心 我早已想好应对之法 你们随律护法一起前去 提早做好准备 带到我掐算的时间 咱们一举将他们驱除 一众信徒听到夏离这话 心里顿时就生了几分底气 脸上露出是燃的笑容 齐齐高声道 神女造福人类 神女法力无边 律护法心怀天下 必定早日修成正果 夏离微微点头 狠装了一通 转身回了院子 律护法本人 越国语言学的最好的杨性保镖 杨性保镖带着人 去押送对必经之路搞埋伏去了 说是由他带队 可他现在也只是充当一个监工而已 只有在联合阵地 这些百姓们拿不准的时候 才会过来问他两句 实际上在他看来 联合阵地的百姓们 对抗米军的陷阱已经很成熟 就算他们几个全都走了 这帮人也是一大杀气 说不定要是他们有什么不好的心思 现在的越国政府 不伤筋动骨都拿不下来 米军临时驻扎地 带队的人和几个小队长围坐在一起 看着中间小木箱上放的地图 讨论前行方案 带队人指着地图 一脸严肃 我们明日大概能到重县附近 前方得来的消息 重县这地界如今极其特殊 第1133章 卧底 带队的人将最近重县附近发生的事 简单的说了一下 包括重县突然来了一个神女 组织起了一大批人对抗米军 米军好几个队伍在重县附近折戟成沙 也包括那个白衣神女叫逐渐扩大 有成军的架势 周围小队长听着带头人的话 听得一愣一愣的 满脸都写着不敢置信 有人瞪大了眼睛 用震惊的表情 难以置信地问道 咱们好几个队伍 在他们附近折戟成沙 这怎么可能 越国的军队都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那些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不成他们自己会产厉害的武器 听到自己会产厉害的武器这几个字 陆定远心头猛的意境 却并没表现出来太多 只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林镇制造武器 他所认识的人里 也就只有那么一个 可那个人根本不可能来战场 身为华夏最有能力的研究人员 柳师长宝贝他还来不及 就算他在家闹疯了 上面也绝对不会放人来战场 围坐的这一圈人 都没有发现他的异样 带头的人一脸严肃的道 还真就是林镇制造武器 听说那名神女 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种燃烧弹 一旦燃烧起来就是一大片 比炸弹爆炸还要严重 而且行为相当歹毒 基本不留活口 如果不是昨天有我们的军人去上厕所 还未来的机会军营 恰巧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怕是到现在都不知道 坐在他身旁的中年男军人 满脸严肃 眉头皱的死警 浑身充斥着对这一现象的不满 难道上面的人没做出应对 如果让他们继续壮大 我们的伤亡人数肯定会急剧增加 带队的人安抚到 上面已经注意到了重现这个白衣神女娇 只是还没动手而已 咱们自己对付那些越国人太麻烦了 不如挑拨越国人自己动手 让他们自相残杀 哪一个国家能容忍有这么大 且行这么齐的教派出现 宗教只是国家控制普通人思想的工具罢了 他抬起头 视线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我跟你们说 这些并不是想让你们对那白衣神女娇怎么样 也并不是想让你们对他抱有敌视 而是让你们警醒一些 我们这次的任务只是押送俘虏 并不是与他们进行战斗 如果中途见到他们 能躲就躲 绝对不要和他们起冲突 记住你们的任务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众人齐齐回应 小会议解散 陆定员往回走时 眉头紧皱 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白衣神女娇 女人会制造兵器 爱装神弄鬼 有充分的指挥战斗素养 这条条的信息串联到一块 很难让他不想到 那个爱作妖的小魂球 可理智商又告诉他 绝不可能 华夏不会任由能制造出海 陆空三七军备的科研人员 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 理智归理智 可他这心里总是有些悬着 快住手 你们干什么呢 陆定员正心思部署地往回走 就听到远方传来白糖那 带着别角口音的一声怒吼 他脸色猛的一速 立刻大步朝着声音的方向 跑了过去 陆定员跑过去的时候 就见到郭守夜双手被反减 浑身脏兮兮地半躺在地上 他甚至能在他身上 看到刚刚踩上去的脚印 以及散发着恶臭的黄色不明液体 而在郭守夜身边 散落着被踩得乱七八糟的食物 混合在越国本就失年的泥地里 早已看不清原本的模样 但陆定员知道 那是他们给郭守夜 这个俘虏的午餐 白糖愤怒到浑身颤抖 身侧的双手紧紧握拳 一双赤红的眼睛 用杀人般的视线 盯着其中一个米国大兵 那米国大兵提好自己的裤子 看着白糖的视线冰冷 一副笑呵呵的模样走向他 声音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质问 怎么 你在心疼华夏人 你是华夏的亚裔 说着他一脸蔑视地看着白糖 伸手过来拍他的脸 白糖下意识就想反击 刚才被羞辱一番 浑身生疼的郭守夜 顿时心提到嗓子眼 如果白糖现在就反击 那别说是潜伏到第五军团了 等待白糖他们的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哪个队伍能容得下帮助俘虏的人 就在这时 白糖身后伸过来一只骨节修长的大手 把白糖直接拽到了身后 陆定远上前一步 将白糖挡在身后 锐利的视线 直指与那名米国大军冰冷的眼神对视 陆定远个头一米九 和眼前这个米国大兵 个头不相上下 可在气势上 陆定远明显更占上风 那名米国大军 看向陆定远的眼神更加阴冷 说出来的话 只把人往死路上逼 怎么 你们这些低等人种 是对那个低等人种 惺惺相惜 还是说 他看向陆定远的视线更加冰冷 甚至还带上了几分审视 你们这些低等人种 本就不是一心一意 为米国献上忠诚 还有其他的心思 亦或者说 你们本就是华夏那边派来的特务 第1134章 一群下等人 他这话一说出来 周围好几个跟这名米国大兵 一起过来的米军 齐齐架起手里的枪 黑洞洞的枪口 直指指向陆定远和白糖 眼神里带着浓重的警惕 在场所有人都很清楚 一旦他们暴露华夏人的身份 等待他们的 就是就地处决 不会有任何一个军队 允许其他人潜入 甚至还生了官 这种丑闻传到外面 更不会允许 以后想这么做的人 做此事之前 心中不带任何惧怕 陆定远没什么感情的视线 瞥了一眼 半趴扶在地上 浑身紧绷 却因为害怕暴露 根本不敢跟他 对上视线的锅守夜 身侧的拳头死死握紧 胸腔里愤怒的火焰 恨不得将眼前之人燃烧殆尽 可面上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愤怒 他只是用弹幕的视线 瞥向和他说话的那名军人 你这些种族歧视的话 我会在回归队伍以后 向上级报告 让上级强制你对我们一个说法 既然你有闲心 把他弄得这么脏 那之后 就让他上你们的车 也省着弄脏了我们的车 又不是禽兽化地盘 我可不想让我们的车上 弥漫着你排泄物的味道 与陆定远对峙的米国大兵 感觉是被骂了 但又没找到 到底是哪一军骂了他 陆定远这几句话 成功把白糖愤怒的原因曲解为 那几名米国军人 把锅守夜弄脏了 最终会弄脏他们的车 这话无可厚非 跨国打仗 本来就已经很让人糟心了 谁也不想让生活环境变得更差 证明米国大兵 倒是不怕陆定远 因为种族歧视的事而告状 在部队里 基本没人因为这种小事告状 即便有人告状 长官也会对 他们这些白种人 轻拿轻放 随便说两句罢了 根本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但让这浑身脏臭的 俘虏上他们的车 那将是比被告状 还要恐怖的事情 这名刚刚还咄咄逼人的米国大兵 立刻缓了神色 一摊手 无奈地看向陆定远 兄弟 别这样 不就是把他弄脏了吗 附近有条小河 把他洗干净就好了 说着 他对自己身后的跟班 招了下手 还愣着做什么 赶紧带他去洗一洗 那几个原本架着枪的人 箭头这态度 立刻也缓了神色 放下枪 就想要过来拉人 陆定远身上气势不减 冷声道 不用了 谁知道 你们一会儿又要做什么 弄脏我们的车 他转身看向白糖 冷声下命令道 你去带他洗澡 心中极度愤怒的白糖 此时也冷静下来 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冲动 险些把所有人 都置于危险当中 可当时那种 极尽羞辱的情况 他实在忍不住 他微微垂下头 对陆定远近了个礼 大步走到郭守夜身边 本想把人 从地上搀扶起来 可意识到 他们还得做戏给米军看 伸出去的手 却改颤为拎 那动作 甚至有几分粗鲁 那几名米国大军 见白糖这模样 心里对这几个亚裔人的怀疑 才减少了几分 如果真的是一伙儿的 他们应该不会粗鲁的 对待那个高官老人 是比他们的血液更脏的吗 居然还嫌弃我的尿脏 也不看看他们 自己有多干净 一群下等人 第1135章 夏琳 看我的小车车好不好 陆定远并没回头 视线一直望着 白糖他们离开的方向 酷现两侧的拳头 紧紧握紧 破坏敌军导弹发射系统的事 他们可以想办法 但郭守夜不能跟他们 一起去第五军团 否则等待他的可能 不仅仅只是死亡 还有更多的屈辱 这些该死的米国人 终将为今日的 陷入长久的沉默 但大家在同一件事上 达成了一致 郭同志必须送走 他们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这样一位 可以为国家舍弃性命的老战士 在其他国家 受到如此屈辱 王政维小声道 要不然 咱们让兽子把消息传出去 让组织来营救 陆定远摇头 以郭守长的职位 在路途中间消失 肯定会引起组织的注意力 估计营救的人 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只是还没有动手而已 现在不知道 组织是否是因为 不知道郭同志的行踪 才迟迟没有行动 我们还有一天半的时间 就会到达第五军团 如果明天还没有人动手 再让兽子去找人 离目标地点越靠近 他们在失去 押送目标以后 前往就近营地休整 去第五军团的可能性 才更大 否则走到一半屠生事端 他们有很大的可能 都是打到回府 而不是在失去目标以后 继续前行 陆定远在心里盘算了一番 不动声色地早早睡觉 第二天一早 米军整军待发 天刚蒙蒙亮就洗漱好 准备快速突围 重现这个不太科学的地方 王正伟凑到 正在洗脸的陆定远身边 小声询问道 明天一早 咱们就到地方了 是不是要提前想办法营救 兽子要是再不走 我怕临时掉兵来不及 陆定远也同样压低声音道 先不提那神女怎样 华夏肯定会在重现附近 留有守军 我们这一小队 总共只有三十人不到 留下的守军 足够把人劫走 如果今天华夏还没有行动 晚上就让兽子去报信 唉 都是战争闹的 华夏什么时候 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呢 行 你心里有数就行 米军所有人上车前行 为了不引起重现 那所谓的神女的注意力 米军这一行人 甚至连车喇叭都不敢按 神情高度紧张 蒙着头 踩着油门往前走 王正伟开着车 看到米军这一行 敲咪咪的模样 和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 固定员吐槽 你说说他们 不怕正规军队 反而怕什么神女 现在连车喇叭都不敢按 看得人心里既憋屈 又有点暗爽 真不想受到伤害 干什么总想着侵略别人呢 陆定员绷着一张脸 视线一直注意着前方 随口回答道 他们的野心 什么时候停止过 你仔细注意点前方 一有问题 先保护郭同志 碰碰碰 陆定员的话音刚落 接连几声车胎 爆炸声响起 他们整个车失去平衡 原地晃了一下 车身就开始侧滑 王正伟一脚刹车 制止住继续侧滑的车 和陆定员同时 皱着眉看向前方 远远的 他们就看到一群本地人 手里扛着枪炮 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 那围攻的气势极其惊人 大有一副 不把他们弄得 当场丧命不罢休的模样 米军这边的所有人 带头的人车刚坏 又看到一大群埋伏的人跑过来 脸色顿时黑成锅底 他声音高抗地喊道 下车 准备突围 车胎爆了 肯定不能再开 陆定远和王政伟立刻下车 把后车厢里的郭守夜带下车 大家护着人 疯狂往后撤 此时 无论是米军 还是陆定远他们 目标都是一致的 必须要保护好郭守夜 绝对不能让这些 不知道哪冒出来的越国人 伤害到他 王政伟一边跑 一边给陆定远使眼神 小声询问 是吗 那意思毫不掩饰 这些人有没有可能是 华夏派来的救兵 陆定远看着那一大片 围拢而来的越国人 心里也有些不太敢确定 先不提自家高级指挥官 被抓 华夏肯定会派自己 信得过的人来营救 就说 就算和越国合作 让越国人帮忙营救 那来的也应该是越国军队 而不是穿着普通衣式的 越国普通老百姓 在陆定远看来 这些人很可能就是 之前带头的人提到过的 白衣神女教的信徒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些人抱着什么目的追他们 就更不敢让郭守夜 跟他们走了 陆定远微微摇头 不清楚 不像 米军不想和越国 这些邪教信徒交战 下车以后 带着人开始疯跑 而由夏里指挥的这些人 对米军穷追不舍 主打的就是一个驱逐灾厄 人数相差太大 米军很快就被越国这边半包围 他们只能靠着 优于越国这边的武器 不停跟越国对战 且战且退 夏里自然不可能 跟着人一起疯跑 他坐在十二个镇 凑出来的八匹马拉的车上 眯着眼睛 看前方那些奔跑的米国人 距离有些远 大家跑起来 地上又全是灰 外加越国人往外扔的 那些五颜六色的烟雾弹 和闪光弹 其实根本看不清前方的状况 他微微压低身子 伪装成他信徒 跟在他乘坐的马车旁边 一起疯跑的木克静 是那个穿灰衣服的那个吗 他们这次是来救人的 他连最近的新宠煤气罐都不敢用 总要先认清 哪个是要营救的人 再下手不是 第1136章 他刚刚好像看到了一个 有点熟悉的身形 快累的半死的木克静 看着在一群奔跑的人群中 唯一一个乘坐马车的夏黎 心里酸得够呛 你这坐马车的都看不清 我一个跟着马车跑 吃了一嘴灰的 能看清吗 虽然心里气不过想对人 可木克静还没忘记 自己这次来的任务 他仔细盯着那一行逃窜的米君仔细观看 距离太远 是真看不清 应该就是那灰色衣服的 其他人不都穿着米君的衣服吗 夏黎微微点头 行 你说是他就是他 就错了可不怪我了 说完也不等木克静反应 一副仙姿飘渺的模样起身 站在马车上 微微抬起一只手 声音十分洪亮 且高亢地说道 解救那个灰衣之人 便可阻拦灾恶 他这一句话出来 迅速在信徒中传播 整个白衣神女教的任务目标 全都从歼灭那群 破坏他们阵地气运的米君 变成营救灰衣人 顺便歼灭那群米君 越国这边的人太多了 米君这边哪怕装备好 武器射程比越国人远 但随着两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打得也十分吃力 陆定远他们四个 也是吓死了戾气 生怕郭守夜 被这群越国土著抓走 再遭遇另外一种不测 这种疯狂反抗 直到陆定远看到敌军最后方 一个白衣服的女人 从马车上站起来为止 陆定远 陆定远顿时瞳孔皱缩 眼睛不自觉地睁大 满脸写满震惊 怎么可能是他 他怎么在战场 自从他来到越国战场上 百个日日夜夜 他日思夜想的那个身影 别说只是改变了装扮 距离有些远 看不清脸 就算他化成灰 他也一样能认出来 可真当这个他朝思暮想的身影 出现在他眼前时 陆定远心里 在最开始一瞬间的欣喜过后 余下的全都是压抑不住的愤怒 与不知所措的惶恐 到底是谁把他放到战场上来的 柳市长是疯了 还是南岛兵团出现意外 此时掌权人已经不是柳市长了 怎么能任由这丫头任性 跑到战场上来 一向爱国胜于一切的陆定远 此时第一次想问一问华夏 把这种国宝级科研人员 放到战场上冒险 他们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 王政伟手里不停向后开枪 反抗越国人的追逐 见到身旁的人 虽然手上反抗的动作没停 却满脸震惊的向后望 视线也跟着一起看了过去 但除了看到一大片追着他们跑的人 和一个站在马车上 特别显眼的白衣女人以外 并没有看到其他什么特别的 压低声音道 发现了什么 陆定远知道 现在不是追究夏里跑到战场上 这件事的时候 人都已经来了 他再说什么都没用 脸上肌肉紧绷 压低声音 冷声道 是自己人 把人留下 咱们跟着米军一起撤 王政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他好像在他们营长那平静的语气里 听出了几分咬牙切齿 不过现在也不是纠结那些的时候 他立刻会议 开始配合陆定远 在这闹闹吵吵吵的战场上 两人压的声音说的话 没有任何人听见 几人带着郭守夜 减慢了逃离速度 逐渐落到米军撤退阵营的后半段 恰巧也不知道 是谁扔了一个带红烟 十分刺鼻的烟雾弹 周围顿时变得能见度极低 所有沾染上这红烟的人 都被落得眼泪哗哗的流 有王政伟和白糖他们打掩护 陆定远趁乱 从后腰里抽出个东西 塞进郭守夜怀里 趁着越国人靠近的时候 直接把他推了出去 郭守夜 陆定远他们 甚至都没来得及嘱咐郭守夜 就已经快速换站位 隐匿在了 因为突然冒出来的闪光弹 烟雾弹 而慌乱的米军当中 等米军这些人 彻底跑离越国人的烟雾圈 逃出升天的时候 带头的人是 现在他们逃出来的 这十二个人里扫了一圈 脸色瞬间黑沉了下来 郭守夜人啊 而另一边 夏离夏离站在马车上 眉头微微的促起 视线依旧落到那群里 一个人离开的方向 有些出神 一群越国人 压着郭守夜 走到夏离身边 县长对夏离请示道 神女 跑了几个米国军人 但是这个可以破除厄运人 被我们带回来了 我们要怎么处理 夏离收回神 见到那一群 信众满脸写着 只要神女说 要人撩记 他们就立刻搭祭祀台的模样 嘴角不自觉抽了抽 随便挥挥手 并不怎么走心的道 把人先带回去再说 他刚刚 好像在那群逃离的米国人中 看到了一个有点熟悉的身形 难不成是看错了 第1137章 送这些人上西天 夏离思来想去 都觉得那人应该不是陆定远 如果那人是陆定远的话 他没认出来他们是谁 确认他们不会伤害郭守夜 就不会把人推回来 但如果他确认他们是谁 他又怎么会又跟人家走了 而不和他们相认 肯定是他看错了 如果说夏离见到郭守夜以后 只是心思不数的溜好 那郭守夜 见到夏离马车旁一左一右 穿着花衣衫的两个保镖 眼里就只剩下震惊了 这俩人每天都跟在陆老将军身边保护 他和陆老将军一个大院住着 能不知道 这俩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些越国的团体组织 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简直太匪一所思了 两个保镖自然也认出来了郭守夜 但现在并不是一个说话的好时机 二人只对他微微点头 便没再多话 夏离留意到他们两个的小动作 就意识到自己应该没救错人 对县长道整顿一下伤员 给予他们最好的救治 我们反称 夏离虽然根本不给他们提供饭食 但却也没丧心病狂到 让人家出来打仗 所有东西都由人家包 至少化工厂能制造出来的酒精与药剂 它可都是免费给信徒们用 像重县附近 这些村镇经济条件都不富裕 有病了 在山上耗两根草熬药 就算是吃药了 他们自然没有环境 接触到见效特别快的吸药 听到夏离说 给予他们最好的救治 一个个眼中含泪 纷纷感谢神女的人词 所有人一起打道回府 而另一边 米军这次带头执行任务的人 不得不接受 他们在混乱当中 将要押送的华夏高级指挥人员 给弄丢了 而且因为当时过于混乱 他们想要具体找出 谁犯的错都做不到 狼狈的他们坐在草丛里 一时之间气氛有些低迷 陆定远他们几人 分别以截手的名义 离开队伍一小话 又悄悄地回来 可没人知道他们 在回来时 兜里多多少少都揣了几根毒草 之前找茬的那名米国士兵 见到陆定远他们 一个接一个地出去 跟尿瓶了似的 见到陆定远从小树林里走回来 顿时十分不满 嘿 那个亚裔人 你难道就不为那名华夏的 高级指挥人员走丢了 而感到愧疚吗 这可是极其严重的失误 怕是我们回去 谁都跑不了 还是你觉得 那名华夏的高级指挥人员 被人劫走 你反而更开心 陆定远掀起眼皮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米国人的思维 本来就比华夏人简单直接 陆定远听到他这话 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他这是 想把锅甩给他们 几个讶异的人 他倒不怕背了这口黑锅 反正他们不会留在米军 很快就会离开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现在被押送的人员 没了 这些人会想办法 打到回府 不去第五军团 大家一起行动 谁都没看清人是怎么丢的 就算你想把责任 往我们身上推 也要看长官是否傻到相信 我们把人放跑 你们在旁边看着 却什么都没干 你 那名挑衅的米国大军 听到陆定远这话 顿时就怒了 一脸猙獰的愤怒起身 就想和陆定远 好好掰扯掰扯 够了 带头的人不耐烦的视线 扫了他一眼 声音不悦的道 现在不是纠结责任 是谁的时机 我们要尽早启程 将人被劫走的消息传回去 以免延误战绩 白糖插在裤兜里 握紧毒草的手 微微一紧 他们几个商议的结果 是尽可能让这些米国人 去第五军团 以方便他们执行 破坏导弹系统的任务 但如果真 他们真的执意返回第五军团 他们刚刚在森林里 采的这些毒药 就会送这些人上西天 第1138掌 吓了一眼睛 顿时就亮了 第一种 自然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 可线下看来 尽快回去报信 去第五军团的可能性就不大 陆定远垂着眼 拿起一根小树枝 戳了戳地上的火堆 语气十分自然的道 如今我们的车 扔在了重线附近 途不回第三军团 说不定需要三四天 不如我们直接去第五军团 只需要半天时间 到时候 我们打电话 回第三军团汇报消息 速度比我们回第三军团 通风报信 快上许多 刚才就找陆定远不快的男人 听到他这么说 立刻冷嘲热讽地反驳道 我们押送的重要人质 都被劫走了 你让我们怎么去第五军团 把第三军团的脸 丢到第五军团吗 陆定远冷漠的视线偏向他 只问了一句 面子重要 还是延误军机重要 男人最讨厌的 就是陆定远这种 一副高高在上 看他的眼神都欠缝 好像一句话都不愿意 和他这种愚蠢的人 多说的姿态 当即更加愤怒 眼瞅着俩人又要打起来 带头的人抬脚 猛地给他小腿一脚 我受够了 不要再吵了 带头的人 视线落在陆定远脸上 眼神里已经带上了无奈 你也一样 不许再吵 否则回去 都给老子关禁闭 他不想调节 两个男人之间幼稚的争执 下定论道 我们去第五军团 找茬的男人 不敢置信地 转头看向带头的人 尚未 他怎么能采取 那个低等人的意见 而不是他的 尚未见他这模样 怕他一会儿接着找茬 只能耐下心思解释了一句 这次押送那名华夏人 只是我们其中一个任务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秘密任务 必须去第五军团 至于是什么任务 我不会告诉你们 趁早整理一下自己 我们立刻出发 说完 带头的人怒气冲冲起身 转身便离开了 陆定远本以为 他们还要多说一些理由 才能让带头的人打定主意 起身转身离开 今天再碰到夏离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是时候用到瘦子 传送信息的机会了 要想破坏第五军团的 导弹发射系统 理应外合才能更保险 他们人少还是太少了 夏离个人 对郭守夜是没什么兴趣的 把人救回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只让假性图目客进 把人带去养伤 就没再管这个人 他心里还一直在思索 那个十分眼熟的身影 心里虽然觉得 没有哪个狗男人会直男道 在看到自己追求的对象以后 转身撒腿就跑 但他越想越觉得 那个身影和陆定员长得像 跟着他一起进院的两个保镖 终于能说话 这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二人对视了一眼 那姓保镖走上前 对夏离道 夏同志 郭守夜同志 是和小陆同志 住在一个军区大院的人 与我们也算是认识 我想过去一趟 问问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夏离本来就在发呆 被他突如其来的这么一句话 搞得愣了一下 虽然军人联级以上 就能带家属随军 住进家属院 可家属院和家属院 却是不同的 在地方的单一军区 如如他爸所在的 辽城军区和南岛兵团这种 都是当地只有一个军区 最大的领导 也只有师长 这种情况下 大家只要地盘够大 一般情况下是混住的 或者分南区北区 可首都军区 因为驻守的军队多 职位高的人也多 大家要按级别分区 至少在夏离所知 将级军官 是和普通军人分开住的 为了私密性 有的军区大院 只对上校级别以上的军官开放 有些大院 甚至只对将级军官开放 首都军区 显然就是这种分法 不然首都周边 驻扎了十个师 人都放在一个地方 根本就住不下 也不好管理 陆定远 他也可是将军 能跟陆定远 他也住在一个军区大院的 怎么说 也得校级以上吧 夏离眼睛顿时就亮了 第1139章 那老头官挺大的吧 夏离十分诚恳地问 那老头官挺大的吧 我这把人就回来了 回去是不是得给我来个一等功 这可算是意外之喜了 要知道他两边的军功 可是可以叠加的 两个保镖 赵强 别说 你还真别说 虽然这么想 有点不地道 但排长这话说的有理啊 两个保镖对夏离 这脑回路七拐八歪 就是不往正常人路线 拐的行为 表示深深的无语 阳性保镖 看着夏离和赵强那开心的模样 没忍住提醒了一句 咱们这段时间参加的战役 回去肯定全都会被表彰 如果他们这大搞封建迷信 也能被组织承认的话 夏离随意地摆了摆手 十分人间清醒 咱们现在打的这些米国人 全都是顶着越国神女的身份 国内现在那么乱 还严打封建迷信 咱们把咱们干的这些事说出去 指不定得不到好不说 还得惹一身骚 完全没必要 这功劳给不给都无所谓 反正我的目的是找到陆定远 如果这战功给了 就算咱们偏得的 只要达到了我的目的 不给也不用太遗憾 只不过就那老头 可就是纯纯地捞片门了 组织分配下来的任务 他们总不好给我赖账 两个保镖 赵强 两个保镖都觉得 夏离并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 而且极度清醒 不会因为一些事情利益重大 就把自己陷入麻烦当中 但他身为一个华夏人 好像也对华夏过于悲观 和他平时表现出来的心大 和乐天派完全不服 夏离可完全没觉得自己悲观 毕竟真正的事实摆在那里 他们一家都是受害者 让他怎么乐观的起来 不过按照正常历史 越国这场战争会在73年结束 到那时候 国内差不多也到达尾声了 他这些功劳 说不定还真跑不了 你们去吧 我一会儿会告诉别人 你们用神术去给那个 可以除去灾厄的人治病 今晚上我就做法 把他连夜送给上天 到时候 你们直接把人带走就行 又听到夏离同志 借口天衣无缝 胡说八道的两个保镖 两保镖虽然得到了许可 却并没有如夏离许可的那样 一起离开 不善言辞的阳性保镖 留下保护夏离 擅长交流的那性保镖 去郭守夜那里询问状况 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在他们这儿 上面郭守夜在出现意外 本是想让他立刻离开的 可郭守夜伤得太重 只能再重现简单包扎一下 再把人送走 他们想知道米军那边的情况 还是得尽快去问一问才行 以免消息之后 夏离又闲下来 就开始琢磨着 接下来要打哪个米军团队了 自从他们所过之处 越国各个宪政的人 全部无条件对他们归顺 夏离就知道 这条路走不长 不然越国前脚向华夏求助 帮他们击退来清越的米国 后脚他一个来帮忙的华夏人 就在越国建国 这是说出去也不好听啊 更别提 他根本就不想管事 就在夏离一边在桌子上写写画画 一边在脑子里想着 等他回去以后 夏建国知道 他家闺女差点改名叫夏建国 到底会是个什么反应的时候 他袖子里的对讲机突然震动了 左右四下没有越国人 夏离直接掏出来对讲机 与平音郡对话 有事 变化那头的平音郡语气急切 声音里还透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夏离 咱们影长真的没事 人找着了 夏离听到这话 顿时睁大了眼睛 蹭 等一下 原地站起来 他人在哪 受伤了没 过去折腾来折腾去的 这将近两个月 夏离一直抱着最大的信念 觉得陆定远还活着 可却没有任何一个真正落实的理由 支撑这个说法 他能让自己保持冷静 却不能让他在闲暇的时候 内心不会生起担忧 说是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总归要给自己一个无愧于心 可心里却早已做好了最惨烈的准备 然而 听到陆定远还活着的消息的那一刻 夏离的心 才真正放回了肚子里 两人距离有点远 有些话也不好在对讲机里说 平英俊 只是简单的和夏离说道 营长他没事 现在在米军军营 和他一起消失的寿子 现在在我这边 有些事需要咱们配合 你要不要过来听一下 去 当然要去 好不容易有了消息 夏离怎么可能会反对 他当即道 我现在就过去 你等着 夏离让阳信保镖 拿着对讲机留守 自己则带着赵强 绕着人多的地方 悄悄离开重现 到了通讯联的军营 夏离知道 平英俊现在肯定是在和寿子商谈 不可能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到了平英俊的营帐 他干脆一撩帘子 直接带着赵强进去 声音有些焦急的问道 什么情况 屋子里站了两个人 一个是平英俊 另外一个人 长得又瘦又小 个头甚至都没有下离 这个身高一米气的高的男人 这会儿可不是后世 当兵的个个 都跟吃了面起的似的 身高都在175厘米以上 甚至180厘米以上 在这个大家都吃不上饭的年代 普通军人的身高 普遍在1米65到1米75之间 南方的可能还要更矮一些 但他个头高不高的 都不影响夏离那如有实质 略带侵略性的视线 落在他身上 瘦子见夏离这眼神 下意识地抖了一下 微微扯起唇角 对夏离打了声招呼 夏同志好 我是录营长特意派过来 联系你们打配合的 夏离 夏离的脸色 一瞬间变得有些古怪 瘦子没注意到 夏离脸色的变化 想起刚才平英俊和他说的 他们营长与夏离同志 爱恨情深的两三事 包括并不仅限于夏离 为了他们营长千里追夫 从国内追到战场上来的那些事 以为夏离是在担心陆定远 立刻把他们的情况 竹筒倒豆子似的 和夏离说了 第1140章要求合作 瘦子唉声叹气地道 我们那次战役后 王政伟受了伤 援军却迟迟迟迟不到 王政伟的伤 明显等不到咱们的救援 于是就带着我们一起 伪装成米军 把王政伟送到了米军的医疗部 后来他们三个 一直潜伏在米军内部 而我因为个头矮小 没办法冒充米军 只能一路悄悄隐藏在米军军营里 也怕我出去 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在得知当时的军队里 有一份秘密资料以后 不想损失 这有可能是唯一一次的传信机会 所以一直没有和组织取得联系 我这一次奉命来找你们 也是因为我们从郭首长那里得知 敌军的导弹防御系统在第五军区 临危受命 想要摧毁敌军的导弹防御系统 希望你们可以配合 干扰米军的行动与注意力 陆营长还让夏离同志 尽量干扰米军 让米军越乱越好 一方面他们的行动 兽子竹筒捣豆子一般 将营长和郑伟嘱咐他的话 全都和夏离他们说了一遍 可哪怕他再直男 也发现夏离的脸色 有点不太对劲了 他小心翼翼的停下了继续要说的话 眼神向上去着夏离 有些胆兔兔的询问道 夏离同志你在听吗 他好像也没说什么话 能惹夏离同志生气的吧 夏离迎上对方比赵强还耸的视线 扯了扯嘴角 眼神明明是笑着的 却也莫名带上了几分杀气 深吸一口气 只问了一句话 所以陆定远刚刚在战场上就认出了我 夏离觉得陆定远认出来他 却没理他 可当时没认出来他 回去别人告诉他 所以才没来得及和他相认 甚至没留下多余的口径 还是有区别的 他得好好问个清楚 再决定陆定远到底要怎么死 平英俊 瘦子 哪怕瘦子平时有点直男 也感受到了从夏离身上冒出来的 那扑面来的浓重杀气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真的在实战中碰到这样的人 他想都不会想 直接就会撒腿就跑 可现在这种状况让他怎么跑 想起自己刚刚被平英俊科普的夏离同志 千里巡夫的事迹 以及他们营长以前对夏离同志多特殊 整个部队都知道他们营长在追夏离同志的传闻 为了保住自家营长的小命 瘦子根本不敢照实说 只能小心翼翼地看着夏离 用温和的语气 尽量稳住对方道 我也不清楚 反正我没认出来 后来是营长和王政伟他们让我过来 和你们一起商量的 夏离以前没跟瘦子接触过 也不知道这比赵强还要耸的反应 到底是装出来的还是真实的 只当他是真的不知道 并在心里给陆定远 先判了一个死缓 等见面问清楚 再决定怎么办 瘦子耸归耸 但却没忘记自己这次来的任务 他眼巴巴地看着夏离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看咱这里应外合的计划行吗 要不咱顺便用一用 传说中 您这里特制出来 威力无穷的燃烧弹 夏离倒是没有再为难他一个无辜的人 微微点头 行那就里应外合 你要怎么办 瘦子有些诧异地看向夏离 什么他要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夏离十分淡定地询问 是回去还是留下 回去还可以继续传信吗 最好咱们能把地图传回来 有地图 或者告诉我们导弹发射系统的具体位置在哪 否则 我们要是真的一通乱打 不小心伤到有军怎么办 要是他们位置比较靠外围 他们直接把他们的导弹发射系统给端了 那就是不废一兵一卒 最好的结果了 虽然想也知道 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瘦子之前只顾着一路逃脱危险 着急忙慌地跑回来送消息 还真就没想过之后的是要如何 他现在也同样不确定 之前之所以能逃脱 是因为过一处斜坡很陡的小山峰时 他故意脚下一滑 在人群中消失 也不知道 他们有没有强硬地把他编上烈士军级 我是中途消失的 不太清楚那边的状况 夏离对他微微点头 站起身 那我们事不宜迟 一会儿研究完了 就回米军那边看看状况吧 我跟你一起去 路上也能有个照应 在屋子里另外两人古怪的目光下 瘦子对夏离的细心十分感动 猛进点头 好 第1141章 你是会戳你们排长废管子的 先不提对于路定远要干大事的事 整个通讯连里的震惊不已 在确认要和瘦子一起去看一看第五军团以后 夏离便带着赵强和刚刚询问完郭守夜 满脸沉重的那姓保镖一起离开重线 开车赶往第五军团区 这一路上谁都没怎么说话 瘦子是因为心里焦急的 那姓保镖和赵强是因为身为保护者 一路观察周围的状况 夏离则是因为自己心里有别的盘算 即便现在正在打着仗 但他们只要绕过那些战区 路途中还算得上和平 几人一会儿功夫就到达了第五军团区 临近附近 为了不引擎米军的怀疑 几人把瘦子从车上放了下去 夏离对瘦子嘱咐了一句 注意安全 如果混不进去 就别往里混 安全最重要 虽然陆定远他们几个 在米军军区混得风生水起 但夏离觉得 这种行为并不是普遍现象 也就是现在打仗的时候 军级比较乱 又恰好进了重组军队 才能让他们钻了这么一个空子 如果要是正常情况下 这几个人能安然无恙地混出来 就有鬼了 简单来说不可复制 瘦子摸摸后脑勺 对夏离笑得露出一口大白牙 知道了 我会注意安全的 如果能把消息传出来 我一定会尽快通知你们的 说着 转身小步跑着离开 甚至还回头 对夏离他们摆摆手 示意他们可以走了 那姓保镖启动车 在心里长长叹了一口气 还是不死心询问了一句 夏同志 我们现在回去吗 夏离看了一眼 远处第五军区的大铁栅栏 决定道 咱们先在周围转一圈 看看第五军区的守卫如何 如果有空档 我想前进去看一看 一个是可以见一见路定远 确定这任务到底是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 则是亲眼看一看第五军区 顺便绘制地图 至少亲眼确定军区分布 等他们进行扰乱的时候 会更加精准地知道 在哪一边引起动乱 才能更好地将导弹发射系统附近的兵力 全部引走 坐在副驾驶位的赵强梅之声 一副什么都听自家排长的模样 只是那眼神里写着满满的 我就知道会这样 纳性保镖听到夏离这话 心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心道果然如此 他就知道 夏离同志既然都已经出来了 就绝对不会那么安安分分地回去 赵强这个副排长也是个不顶用的 对于夏离同志的决定 他就没有多劝一句的时候 走吧 纳性保镖无奈启动车辆 几人开着车 远远地绕着第五军团区的方向前行 因为怕对方发现 夏离他们出来的时候 就在车辆上画上了油彩 并缠满了藤蔓 哪怕米军军营绍港 有人用望远镜观望 如果不仔细观察 也看不清他们是车还是自然景观 夏离坐在车里的后排 视线仔细观察着 第五军区外围的布防 眉头逐渐皱起来 第五军区外围的布防 实在是太严密 基本上一两米的距离 就有一个哨兵守卫 铁丝往外围大概十几米 有十几人的小队 在外部核枪实弹漫步巡查 四面更是间隔不远 就设立一个楼望塔 塔上有士兵抱着枪巡逻 楼望塔上 甚至架了好几架机枪 夏离不禁在心里想 不愧是藏着导弹发射系统的军团区 这军事戒备程度 和他们偷偷去踩点的第三军团区 守卫严密程度完全不一样 哪怕是凭他现在四级的雷系异能 想要偷偷前进去 还不被任何人发现 也是天方夜谭 夏离注意到了对方的防守 当了十几年兵的那姓保镖 和已经当了好几年兵的赵强 自然也发现了其中端倪 那姓保镖皱着眉头 声音有些沉重的对夏离道 他们的守卫太过于森严了 想进去根本不可能 三十米开外都有可能被射成筛子 夏离同志 我们还是别冒这个险了 赵强也跟着点头 防守确实太严密了 就算想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他们那么多人做守卫 也不会全部被引走 更何况 排长 你要是进去不还得出来吗 你在哪引起动乱啊 你这一进去 连路都认不全 指不定最后走到哪边去呢 夏离 那姓保镖 你是会戳你们排长废管子的 第1142章 咱们直接把人带走 夏离没好气的 拍了下赵强的后脑勺 气恼得道 不会说话你可以别说 省着挨打了 又想着后悔 赵强自牙咧嘴的揉了揉后脑勺 瞧咪咪缩着脑袋 不敢再说话 夏离叹气道 混不进去 我们去前门看看瘦子怎么样 如果他进去了 我们就立刻离开 照着第五军区的这种防御架势 夏离可不觉得 第五军区是那么好进的 陆定远 他们能进去 是因为有做任务的带头大兵带着 脱单的瘦子 没有人证明身份 肯定要对他进行详细的身份核对 找陆定远他们几个来核对还好 如果要是直接查身份 亦或是细心一点的 直接看他这身材 怕不是当场就得露线 那姓保镖和赵强的脸色 也有些严肃 往正门方向开始 那姓保镖开车的速度 都加快了几分 第五军团区 是的大军团区 整个驻军得有好几万人 至少在夏离看来 第五军团区占地面积 得有第三军团区的两倍大 军团区正门门口 有许多人排着队安检 检查得过于仔细 速度有些慢 常常的人队和车队甩出去老远 夏离的视线从后车窗里望过去 就见到瘦子 已经排到前排 很快就要进去 而就在此时 排队门口状况突生 正在被检查的那名美国军人 突然推了检查他的军人一把 两个人立刻争执了起来 而旁边那些守卫的人 也瞬间了过去 时数把枪指指动手男人 两方距离有点远 夏离他们听不太轻 那些人到底说了些什么 只能听到其中一个拿枪 指着男人的美国军人 高声喝道 拿出你的调职证件 夏离 纳姓保镖 赵强 三人之前就已经知道瘦子的情况 因为他个头太矮 根本不满足美军的应征标准 在美军潜伏期间 一直处于被隐藏状态 撑死了 就是别人执行任务 他跑过去 悄悄扮演陆定远他们组内成员 当个混子而已 即便执行任务的陆定远 他们有调职证件 瘦子也是没有的 更何况 以第五军团出入检查的严密程度 他想混水摸鱼 根本没有可能 夏离一脸痛苦地捂了一把脸 刚想说话 碰 一声枪响 车里的三人 隔着老远就眼睁睁地看见 那名与检查人员起争执 又拿不出证件的米军 被当场击毙 整个人瘫软了身子 直直砸在地上 鲜红的血液溅了一地 夏离 纳姓保镖 赵强 三人顿时就惊了 虽然距离有点远 但他们也能看得清 那名身着米军军服 被当场击毙的男人 是个黄头发 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就算他现在没办法证明他的身份 和门口的人起了争执 也不至于被当场击毙 连河队身份都没有 白皮肤的外国人都这样了 混水摸鱼的瘦子 要是混进去会怎样 结果根本不用想 夏离当即沉了脸色 视线在排队的瘦子身上扫过 最终落到另外一排 正在开车往里进的车辆身上 他对正在开车的内性保镖道 开车和射击你更擅长哪样 夏离在解救那些开矿的越国劳力时 是见过纳姓保镖枪想法的 他的军事能力 无愧于将军警卫员的身份 一枪一个 但无虚发 就是不知道他作为司机 驾驶能力怎么样 纳姓保镖不太理解 夏离为什么会突然问这么一句 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 比起开车 我更擅长射击 夏离微微点头 没有任何犹豫的道 下车 咱们两个换位置 我来开 说着他推开后车门 大步下车 走向驾驶卫侧门 纳姓保镖 被自家营长嘱咐过 不要让自家排长 开车的照强 纳姓保镖虽然不解夏离要干什么 但平心而论 他觉得夏离虽然冒冒失失 但每次做事的结果都挺靠谱的 应该不至于不会开车 还硬要开车 乖乖下车和夏离换了位置 夏离隔着风挡玻璃 伸手指着远处的一辆越野车 看见那辆伪号09的越野车了吗 后面坐的那个老头 是米国外交部的成员之一 官职应该还不小 一会儿 我开车往正门的方向走 你不用想别的 用枪直接将他击杀 开车门 碰到瘦子 把人拉上车 米军这边检查的这么严 他肯定进不去了 咱们直接把人带走 第1143章 夏离 走你 纳姓保镖对这个任务 没有任何意见 直接开口答应 好 虽然那名夏离口中的 美国外交部高官 坐在车后排 但车窗开着 哪怕车速高速急行 他也有把握 能把人一枪击毙 哪怕杀不了 也绝对能伤到人 引起动乱 赵强想起 自家营长 绝对不要让他们家 排长开车的嘱咐 脸上有几分为难 小心翼翼的 看向自家排长 十分认真 的确认道 排长 你开车真的没问题吗 要是不行就换我开 我开车技术还不错 夏离视线淡淡的撇向他 想起那个疑似 让他很窝火的男人 扯起一边嘴角 语气悠悠的道 你们营长不敢让我开 是因为他胆子小 不是因为我的车技不行 我定点力停 可以做到分毫不差 全程速度不减 赵强 他们营长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营长说 让他们排长开车 容易把小命开没 无论是车上的 还是车外的 一个是身在敌营 目前没办法 给他准确消息的营长 一个是在他眼前 对他虎视眈眈的排长 虽然两人说话的 真实程度都不可口 但显然 眼前这个虎视眈眈的 更具有威胁性 赵强十分乖巧的道 好的 排长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咱们华夏不能缺了你 懂得他这话 具体含义的下礼 不知道这话具体含义 只觉得赵强为了 哄自己长官 溜须拍马没节操的 那姓保镖 三人都是雷厉风行的军人 商量好之后 也不再犹豫 夏立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一脚油门踩下去 整辆车马力 瞬间加到最大 宛如飞也一般 直接蹭 得一下 窜了出去 那姓保镖 赵强 在车猛的开出去的那一刹那 那姓保镖和赵强 同时感觉到 心跳猛的加速 呼吸都有瞬间的不顺畅 终于明白 为什么陆定远不让他开车了 别人开车只耗油 夏立开车耗命啊 谁家正经司机这么开车 好在二人的军事素养都在 在片刻的不适应后 很快的调节回来 赵强一手拿着枪 并且搬着车门手抠 另一只手随时准备捞人 而那姓保镖满面严肃 一只手拿着机枪 枪口下压 不让外面的人提前发现 他们带着武器 立刻发起攻击 可哪怕他们隐藏得再好 那么大一辆车 横冲直撞的 直指往门口开 也足以让门口的守卫 感到戒备 当即十几把枪 全都指向夏立他们这辆车 为首的人大声吼道 停车 立即停车 否则我们就要开枪了 话音一落 根本不给夏立他们停车的机会 十几把枪 已经对准夏立他们 迅速开枪 砰砰砰砰砰 宛如急语一般的枪声响起 夏立面无表情 视线直视前方 为了躲避这些子弹 整辆车开出了蛇形走位 噼里啪啦 得子弹打到车上 整辆车顿时 坑坑哇哇 哗啦 右上角的风挡玻璃 瞬间被子弹 打出来一个巨大的蜘蛛网 夏立连看都没看一眼 车开到排队车辆附近 猛打方向盘 在及时的速度下 整个车都有点往起飘 瞬间来了一个大摆尾 将后座的耐性保镖 暴露在目标车辆正对面 满脸速容的耐性保镖 毫不犹豫 在那短短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 瞬间架枪 瞄准 扣动扳机 碰 一刹那 车辆摆尾成功 刹那间拐向其他方向 而刚刚被纳性保镖 瞄准的那名米国外交人员 却额头重担 蹦出暗红色的血花 瘫软在后车椅上 嫡妻 嫡妻 他们是来暗杀外交官的 快点击毙他们 身后传来一阵阵嘈杂 以及叫骂声 就连打在他们 这辆车上的子弹 都更加密集了数倍 夏里脸色丝毫未变 将雷系 能附着到车辆表面 以免那么密集的子弹 真的把他们 油箱搞报废 让他们当场车毁人亡 脚下踩着油门的脚 没有松开半分 在所有人都以为 他们只是 来刺杀外交人员 如今正在逃离时 夏里开着车直 直冲向人排队的那一型队伍 在看到车辆侧面 一脸惊恐 看着他们这辆车的瘦子时 夏里冷声对赵强道 动手 与此同时 车辆右侧大灯 正好开到瘦子身前 呼啸而过 赵强打开车门 瘦子恰好停在他车门外 他没有一丝犹豫 伸手拽住瘦子的腰带 直接把人猛劲 拎进车里 夏里没有任何停顿 猛的一打方向盘 车速封驰电撤 快速远离米军营地 瞬间逃之夭夭 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势之间 那些美国人 甚至没反应过来 这一车人到底是冲着 暗杀外交人员来的 还是为了劫持 那名不知名的 矮个子米国军人来的 最先反应过来的守卫者 头头满脸怒吼 咬牙切齿的吼道 上车 都给我上车追 门口的大部分守卫 立刻跳上车 疯狂地追赶夏里他们 手中的子弹 不要前世地向前发射 夏里可不管他们追不追 油门踩得死死地 用尽全速逃跑 在茂密的森林里 蛇行走位 力图用当年逃丧尸的驾驶 躲避这些比丧尸 还不做人的家伙 第五军团的方向 就立刻收回视线 没有任何停留地继续逃走 等这回回去 他一定要想办法 把车速提到240 这极限120的速度 在两方极限速度差不多 人数少需要逃跑的时候 是真的一点都不吃香 但凡这车能赶上 后市跑车的速度 他还能让后面这些米军 噼里啪啦地追 尾气都让他们 吃不上新鲜热乎的 第1144章 遗草老爷们 不讲卫生 车里每个人 都被追得提心吊胆 除了夏里这个开车的人以外 党玻璃早就已经被子弹 打得碎得一块一块 正好方便了内心保镖 他们几个架枪 砰砰砰的枪声不绝于耳 两方人子弹合 不要前世地往外射 赵强又打完一管子弹 扒了一下自己的子弹包 皱着眉头对夏里道 拍掌 咱们子弹不多了 夏里一边蛇心走位 一边目视前方向前开 十分好心地安慰了一句 没事 没事 马上就能甩开他们了 他话音一落 整个车向上猛地冲去 赵强和那姓保镖 都觉得有点不对劲 转头看向车前方 然后就眼睁睁地看着 夏里开着他们的车 迅速顺着土坡向上攀升 直至凌空 路前方根本不是什么平坦的道路 而是一个斜上坡 连接着一个三米多宽的峡谷 下面是几百尺的悬崖 而他们所成的车 就这么直直地从土坡上窜上去 凌空飞越峡谷 车里三人看到这景象 五官都极限张大 眼球恨不得从眼眶里掉出来 口中发出川普耳膜的惊恐尖叫 夏里也有些紧张 脚死死地踩着油门 嘴上去慢悠悠的安抚道 没事 没事 我算过了 刚才那个斜坡角度 已经超过45度 咱们冲刺的时速是120公里 每小时 刚才幼柱跑那么远 这个距离完全可以冲过去 可这个时候 车里的几个人 谁还能听得进去夏里的安抚 心都快吓得从嗓子眼里吐出来了 砰 汽车在峡谷另一边安稳落地 左右摇晃了几下 可能今天被摧残得太过 看起来有点不太结实的样子 夏里脚下的油门却没松 整辆车直接窜了出去 留下一串窜尾 气扬长而去 在峡谷另一侧的米君 来追击的米君 根本不敢拿自己的命去 他们的车辆 到底能不能平稳地 落到山谷的另一边 愤然下车 咬牙切齿的目光死死地 盯着山谷的另一面 恨不得将逐渐远去的 那辆车里面的所有人 食髓吞肉 夏里见后面的车不追了 嘴角扬起一个 十分接溜子的笑容 与其欢快地 对另外三个人道 我就说 咱们马上就能脱险了吧 他们根本不敢追 车里的三人 坐在副驾驶位的赵强捂着嘴 用力地拍打夏里的后车座背 声音尖色地道 排 排长 快停车 夏里 直嘎 车猛地停下 停车的速度太快 整辆车都向前拱了一下 车里除了夏里以外的 其他三人 根本顾不上车 有没有停稳 艰难地打开车门 连滚带爬的下车 手脚并用地 往前跑了几步 趴在地上就开始吐 哦 他们发誓 这辈子 哪怕是下辈子 只要他们还活着 手脚仍旧健全 就绝对不会再让夏里摸到方向盘 更不想听到他的没事 没事 唯一一个没事人夏里 说实话 有三个人围着他吐 这场景就挺恶心的 就是有一段距离 闻不到那酸臭味 但光是听着他们的呕吐声 他也好想吐怎么办 咦 操老爷们 不讲卫生 第1145章 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厉害脑呢 三人在地上吐了半天 肚子里都没有什么能吐了 这才好受一些 可即便如此 他们也仍旧感觉头晕目眩 脚步轻浮 踩在地上 宛如踩在云端 夏里从车上拿下来一个军用水壶 十分嫌弃的 放在他们不远处的地上 说说嘴巴 夏里虽然没说什么嫌弃的话 但那嫌弃的表情 加上嫌弃的眼神 更有那不肯靠近 他们一步的嫌弃行动 足以表明他有多嫌弃 他们三个 那姓保镖 赵强 兽子 他们吐成这样 到底是因为谁 几人整理好卫生 这才回到车上 夏里嫌弦气气的 在四个位置上四挑一 最后 挫子里把大个人 乳负重的 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其余三人 已经不想吐槽 他们变成如今怎么样 到底赖谁 他才是这世界上 最没有理由 嫌弃他们的人 诸如此类 说了也不会得到 任何正面回复的抱怨 那姓保镖 坐在驾驶位上 深吸一口气 看着眼前 完全陌生的道路 沉默了两秒 这是哪 夏里用奇怪的眼神 看着他 回答得相当坦然 你问我 他在熟悉的地方 都找不着路 还真指望 他在跑路的时候 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 那姓保镖 赵强 夏里的态度 过于理所当然 也过于无辜 让他们居然无言以对 那姓保镖 深吸一口气 轻轻一脚油门踩下去 以时速六十麦的速度 缓缓前行 不得不说 有些时候 一个人的短处到达极致 那么那个人 应对这个短处的相应手段 一定登峰造极 就比如说现在 他们除了找一个 有人的地方问路以外 实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另一边 米军第五军 传分发给陆定远等人的 暂时宿舍 屋子里 只有王正伟 一个人坐在书桌旁 手里拿着的笔 不停地敲击桌面 一副坐立难安的模样 陆定远揉着肩膀 开门进屋 立刻与王正伟 交集的视线对上 王正伟起身 视线阴切地看着陆定远 最终落到 他揉肩膀的手上 眉头紧皱 声音顿时变得有些焦急 你受伤了 陆定远声音沉稳 没有 刚才躲避巡位的时候 稍微撑了一下 今晚揉揉 明天就好了 听陆定远这么说 王正伟心里也放了几分心 这才有心思问他正事 消息传出去了 陆定远应该传出去了 王正伟听到陆定远这话 眉头顿时皱紧 什么叫应该传出去了 你就那么确定 夏里肯定会来 你没出军营吧 那么远他能听见 陆定远找了个位置坐下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眼神里闪过一抹 不知道是该笑 还是该气的无奈 回答的语气 却相当肯定 有热闹他一定凑 这里是米军的第五军团区 除了两国联军打过来以外 不会有人敢找第五军团的麻烦 听说有一辆外部车辆 当场击毙了 刚来第五军团的 一名米国高级外交官 并劫走了一名亚裔瘦小军人 能闹出那么大动静的 除了他也没有别人了 像是想到了些什么 陆定远眼神变得有些古怪 刚听说正门门口有纷争的时候 他就怀疑是夏里搞出来的动静 第一时间想办法离开训练队伍 按计划去门口传消息 没想到还真的是他 至于那家伙的听力 他无感极其灵敏 只要他注意到 是我传出去的消息 就应该会听到 木克静小声说他坏话的时候 没少离老远 被他返回去揍一顿 现在木克静都不在他背后 说他坏话了 唯一传送这消息 是否成功的准则 只在于夏里当时听没听 王政伟 看你那样子 还挺骄傲 其实王政伟也觉得 正常人不会单枪匹马一辆车 就跑到人家几万人的军营外面 惹是生非 这种做大死的行为 平生警戒 希望他能把消息传回去 陆定远速农坐在椅子上 对于这点 倒是并没觉得有那么大的所谓 他语气依旧沉稳的道 没传出去也没关系 咱们近人是听天命 这本就是咱们的任务 王政伟一言难尽地看向他 眼神里都带了几分嫌弃 行行行 知道了 这是无论成不成都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可真护实 事关性命的任务 他期盼一句怎么了 但凡一点让夏里身上 落下一点责任的可能性 都不给 严防死守到极点 他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这家伙居然这么恋爱脑呢 第1146章 在西北角 重现附近 平英俊他们驻扎的军营帐篷内 赵强他们三人 筋疲力竭地想要回去休息 却不得不先把今天的状况 去和平英俊 还有木克静说一遍 以便大家想办法 说到旧人惊心动魄之时 几人心都提到嗓子眼 说到后来夏里开车的经历 几人语气中的懊悔 恨不得将屋子里的木克静 和平英俊淹没 纳性保镖还算沉稳 再说和平英俊 他们也不熟 没好意思吐槽夏里 可赵强心里 就没有那么多负担了 他一脸皱巴巴地 看着平英俊和木克静 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埋怨 连长我跟你说 以后你无论给我们排长 安排什么任务 都绝对不能让他开车 说着他手上还做波浪行 像是翻山越岭似的比划着 那么高的坡 那么长的峡谷 那峡谷有那老身 我们家排长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就冲过去了 那车落下去的时候 喷咚一声四下摇晃 我都感觉车要散架子了 赵强这潜词造句里 歪靠坐在椅子上 已经听他们几个连续 吐槽他二十多分钟 脸上的表情已经麻木 扯起嘴角 语气阴阳怪气的道 我要是不直接冲过去 但凡停一下 冲力不够 咱们都得掉下悬崖 刚才不还说你累吗 埋怨起我的时候 你倒是有力气了 要不要回去我再给你 加练二十分钟 看把他精神的 咋不跟路边上的麻龙一起 爬树上踩椰子去呢 赵强 赵强立刻闭上了嘴 惹不起 他不惹还不行吗 你自己能干出来那种事 怎么还能怪人家说呢 你这英勇士忌拿回去 怕是整个事都没人敢让你开车 怪不得之前 路定远不让你开呢 说着他转头 拍着赵强的肩膀 学着赵强刚才学下离的语气 安抚赵强 没事 没事 夏离 赵强 完全没有被安慰到 感觉事更大了 怎么办 平英俊看着这帮人 一个个不靠谱模样 心里那叫一个发愁 可 他尴尬而不失礼貌的轻咳一声 伸手在众人之间挥了挥 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面带痛苦面具的道 你们还有没有人记得 后天咱们就要行动了 到现在计划 计划没有 地图 地图没有 整个团体的指挥 也还没下打下去 你们可是真不着急啊 一个下理也就算了 就连二营营长都不省心 眼瞅着这帮不靠谱的人 又要偏提吵起来 他连忙打断几个人 继续说下去的话 马上又要吵起来的几人 立刻闭上了嘴 平英俊叹了口气 到我们现在最要弄清楚的就是 那个导弹发射系统 到底在什么位置 哪怕不能清晰的认知到 具体离外围有多远 起码也要有个大致的范围 不然咱们找错了方向 不但有可能炮火 牵连到执行任务的营长他们 倒霉一点 敌军的导弹发射系统 就挨着咱们扰乱的地方 到时候咱们一攻击 把所有人都引过去 营长他们的计划 都会功亏一篑 他和所有人一样 都没对直接将导弹发射系统 炸毁爆任何希望 场地太大 用大炮估计够不着 空袭就不用想了 先不说导弹就可以对空发射 迎接他们扔下来的炸弹 就是说 能放导弹发射系统的地方 怎么可能连个对空系统 甚至一个防空雷达都没有 只希望他们 不扰乱营长他们的行动就好 他这话一说出来 帐篷里瞬间安静了片刻 他们去这一趟 什么消息都没打探回来不说 还差一点把瘦子扔进去 虽说说最终身残之间的回来了 但总归没讨到什么好处 就在众人静默的时候 一直没怎么插花的夏离 突然到在西北角 第1147章 战前逃跑 最影响军心 众人视线齐刷刷 全都不解的看向他 纳性保镖皱着眉头 看向夏离 你说的是导弹发射系统的位置 夏离点头 对 离边缘具体有多远不知道 但导弹发射系统在西北方 我们扰乱其他方向就好 纳性保镖 有点怀疑夏离这个结论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他们去探查第五军团的时候 他和夏离 可是从来都没分开过 这一路上 他们只是第五军团 去外面绕了一圈 途经西北角 没有任何停留 当时夏离什么都没说 现在怎么又全都知道了 木克敬脸上的表情 也严肃了几分 知道夏离即便记仇 也不会拿陆定远的性命开玩笑 不然 他也不会上战场了 你这消息来源的可信性 有多的少 夏离知道现在事情紧急 倒是也没有因为记仇 不好好和他说话 语气也跟着严肃了几分 是陆定远传出来的消息 导弹发射系统在西北角 后天下午三点行动 传讯的方式 是小岛内部的特殊密码 可信性有90% 至于陆定远传出来的那一句 平平无奇 没带任何感情的 平安 误念 他就没必要跟眼前这几人说了 木克敬文言不解 你们俩怎么会小岛内部的密电 夏离心说 还不是因为他们在传场的时候 帮着隔壁屋解密组解码 因为工作量太大 把密码基本上都记下来了 可这理由又不能拿出来说 否则解释起来更加困难 信口胡说瞎掰道 之前在火车上 有小岛的特务袭击我 抓回来后 是陆定远传的 至于审完小岛的特务 他们两个为什么 就毁了小岛的密电 就由他们发挥想象力 自己想吧 几个人的思维 果然被带歪 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情人之间的小情趣 知道这俩人恩怨情仇 还帮陆定远 追过人的木克敬 甚至用你们俩小子 真会玩的眼神看着夏离 那眼神 着实让夏离看得窝火 很想对木克敬 进行一场物理抄斗 木克敬无视夏离 具有威胁性的眼神 叹息了一声道 你和陆定远也是的 都是学一门密码 怎么就不学岛国的呢 这要是用岛国的 说不定以后还能嫁祸一波 文言夏离嘴角抽了抽 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 岛国是米国的附庸 而且你这假设 是在被发现的前提下 米国为了控制岛国 肯定会盯着岛国 说不定对他们的密电门亲 可自认为是超级大国的他们 却没有时间盯着 现在没什么战斗力的小岛 陆定远用他们的密电 暴露的几率更小 夏离还记着 这人刚才看他那 让人窝火的眼神 以及欠兮兮的那张嘴 一连老教授给学生讲课 与众心肠的表情看着他 毫不犹豫的对了一句 所以你现在知道 为什么陆定远年纪轻轻的 就能和你平直了吧 你可是因为这事儿 找过我茬的 木克敬 木克敬想起当年干的那些事 现在也觉得有些尴尬 心里虽然对夏离 说他比不上路定远这件事生气 但还是对当年 针对夏离的事儿有些心虚 他尴尬的摸了摸鼻子 都八百年前的皇历了 即到现在 你可真记仇 夏离轻笑了一声 无所谓的耸耸肩 前提那也得能算得上仇 我才能叫记仇 你说我两句 被我打进医院 咱俩指不定谁 跟谁有仇呢 木克敬说不过夏离 气急败坏的道 我不跟你说了 夏离向来吃软不吃硬 气严肃下定论 既然他们在西北角行动 那我们就在东北角进行扰乱 如果离得太远 我怕米军直接兵分两路 反而失去了扰乱的作用 再者 我们离得近 如果西北方出现任何意外 亦或者陆定远他们完成任务 他们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搭把手 平英俊眉头伸锁 轻轻点头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不过这兵力分布 就得具体讨论了 说着 他有些凝重的视线 看向夏离 可现在的问题在于 你那些信徒们 平时陪咱们瞎打打小闹的时候 可能还说得过去 这回是真真正正的 和米军军团发起战役 打起来死伤必然惨重 他们还会像之前那样 听从你的命令吗 战前逃跑 最影响军心 他们这些当兵的 早就在战场上待习惯了 真打起来 根本就不会生死 可普通老百姓不一样 畏惧战场是他们的本能 否则最开始重现的人 不会畏惧米国与华夏坦克团作对 还有那些被米国人奴役 不敢反抗的人 也不会被奴役那么久 那虚无缥缈的信仰之力 真的能有那么大的号召 让普通人不为生死吗 说实话 这是夏离也不太确定 虽然后是不乏那些 让普通人心甘情愿自杀 来完成他们教义的邪教组织 但夏离这种无神论战士 是真的没办法和他们感同身受 第1148章代表太久了 夏离 我现在就回去问一下他们的意见 也把利弊关系 跟他们说清楚 如果米军一直不撤离 导弹依旧在 他们想躲也躲不了 战争发生的时候 在那个国度里的每一个人 就不可能在置身室外了 平英俊微微点头 好 等你确定好你那边的兵力 咱们再商量 要如何行动 俩人商量好了以后 夏离就起身 带着纳性保镖 和赵强回了重现 后半段 基本被晾在那的穆克敬 你们是不是忘了 你们只有一个连的兵力 真正兵力的大头 在我这 这上下级俩人聊好了 根本不问取他的意见 拍拍屁股 就直接走人了 就真没人 把他当回事了 夏离 可不管穆克敬怎么想 人都已经在这了 他们真的要去骚扰第五军团 穆克敬还能不跟着他们去 穆克敬的指挥方针 偏向于保守 而他们连最近的指挥方针 逐渐偏向于激进 以出其不备的方式 把进攻当成防御 主打的就是一个偷袭 如果真的两方 一起制定方针 中间指不定得怎么吵呢 还不如 由他们连当一言堂 夏离回到重现 路过练兵的大广场 视线直直地看着那些灰汗如雨 在烈日之下 打拳的老少轻壮 心情有几分复杂 比起最开始 有两个保镖指导 其他人磕磕绊绊 学习格斗术的状态 如今小广场上的众人 已经出具规模 由那些格斗术练的好的人 指导那些刚刚学习格斗术的人 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传承练 他无心之中 还真就把这几个挨着的城镇里的百姓 训练得全民皆兵了 县长见到神女站在小广场上 视线一直看着那些 正在练习武艺的人 他恭恭敬敬地对夏立行了个礼 垂着眉眼不敢看夏立 语气恭敬地道 神女可是要对他们进行一番检验 神女之前不是没来过 只是来的次数手 但是每一次对他们的指点 都极其精准 让人受益良多 要是神女能多来几回 他们这战斗力 也能多上去一些 夏立微微摇头 不了 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 要和你们说 你把二十位护法 全都叫来吧 这所谓的二十位护法 就是周边各县的县长 各村的村长 各镇的镇长 他们投诚之后 夏立觉得管理起来麻烦 干脆就直接给他们 全部安排一个护法的名号 县镇这种大地方的 就叫X大护法 村 乡这种小地方的 就叫X护法 重现县长 单独设立为教护法 主打的就是一个好计 还好管 县长有些疑惑 夏立把那么多人 都找过来做什么 但也知道神女这么郑重 肯定是有大事要说 当即恭恭敬敬地 对夏立弯腰下败到九十度 与其尊敬 是 夏立他们回到自己的小院 县长去找人 夏立对赵强和两个保镖道 现在陆定远人找到了 咱们这团体也越来越大 怕是在这儿 待不了多长时间了 得想个办法 扫清一切后续 可能带来的麻烦 平安离开才行 夏立虽然在心里 开玩笑时的想着 自己现在快和亲爹一个名了 却从来没真的想过 自己会建国 重现这边的信徒 已经逐渐开始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早晚有一天 会被越国政府盯上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 他们绝对不可能 任由他们一直扩张 他们这些人 也不可能一直待在越国 离开是迟早的事 但信仰这东西 就是一把双刃剑 用的时候有多快意 想甩手的时候 就有多难 一个弄不好 信仰崩塌的信徒反噬 都能让他们喝一壶 和米军的仗还没打完呢 在天上一股势力 给他们本就艰苦的日子 添砖加瓦 那就得不偿失了 赵强和两个保镖 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阳性保镖皱眉道 我们直接趁夜离开 不可以吗 以他们几个的身手 趁夜离开 绝对不会引起 任何人的注意 下离摇摇头 不告而别不可取 如果我们就这么 不声不响地离开 没留下任何解释 那些失去信仰的信徒们 肯定会到处找我们 如果他们再碰上几回米军 吃了一些亏 对抛弃他们的我们的感情 很有可能转化为愤怒 之前 咱们就和华夏的部队走得近 等他们反应过来 咱们与华夏的关系 肯定会仇恨华夏 到那时候 已经壮大规模的信徒们 必然比坦克团 对抗米军式的重现更难看 影响面积太广了 他这人虽然不是什么热血小青年 却不想让那么多的华夏战士 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遇险 屋里三人的表情 都有些凝重 杨信保镖道 这几天我们会想想其他办法 争取安全撤离 当当当 院外的门被敲响 第1149章 他们排场着回座的这事 干得太厚道 让他有点接受不了 屋子里的几人立刻惊声 夏里也戴好自己的面纱 并示意赵强去开门 赵强对夏里微微点头 便大步走到院门口 将门打开 县长带着其他几个护法进来 恭恭敬敬开始对夏里叩拜 神女法力无边 万寿绵延 夏里在心里感叹了一声 习惯果然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东西 这段时间 他当神女都已经当习惯了 最开始见到有人对他叩拜 他心里还觉得心里不适应 现在见到有人对他叩拜 心里完全无波无览 微微抬手 不必多礼 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有件事 想询问一下你们的意见 二十几人跪在地上 偷偷的互相看了看 有点弄不明白 一向说一不二的神女 今天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客气 县长微微抬头看向夏里 语气依旧恭恭敬敬 神女严重吗 侍奉神女是我们的职责 不知道神女今天叫我们过来 有什么事吩咐我们去做 夏里也没做隐瞒 只是稍微用封建迷信的方式 修饰了一下他要做的事 我昨晚夜观星象 发现之前轰炸我们 导致越国数十万人 以免更多人受害 众人听到夏里这话 心里都有点秃突 一名年过古稀的县长 颤颤巍巍的抬起头 声音恭敬的问夏里 不知神女您所说的那军营 到底有多少人 夏里没撒谎 直言道九万 这是今天木克静 他们刚刚调查出来的 新鲜热乎数据 屋子里二十几个信托 众人全都面露惊恐的看着夏里 他们自然知道轰炸他们的 除了飞机就是导弹 神女这么说 是要与有导弹的米军对上 神女下凡之后 神力不是受损了吗 米军的枪炮就已经很厉害了 导弹他们根本不敢去想 要破坏导弹所在的米军军营 这要怎么做到 更遑论 敌人有将近十万人 这和宋斯有什么区别 夏里本来做的就比他们贵得高 自然将他们脸上的神色 全部收入眼底 震惊害怕 甚至还有人不解 他没去理会他们怎么想的 继续道 在这途中 我会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包括在附近的华夏守军 这次的行动 很有可能令你们死伤惨重 你们是否一起跟我去 我并不强求 毕竟 这是我自己想要积德行善 与他人无由 夏里并没有避重就轻 把这场战争的利弊 全都跟在场的这二十几个领头的人 不偏不倚的全部说了一遍 就算他把这些信徒当工具人 但大家一起并肩作战这么长时间 他也没想过 把这些人蒙在鼓里 坑到战场上利用到死 即便 之前他们偏向过米军 但那也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他们并没有罪不可恕到那种程度 他也并没有丧心病狂到 拿人命当玩具的残忍爱好 即便环境在恶劣 人至少也要留有生而为人的最后底线 一众护法 互相悄悄对抗 想看大家都怎么想的 心里都有些慌 他们与米军的武器相差太大 神女都能说出来 损失惨重 足以证明 他们这次去清除灾厄 能回来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本县 本村 本乡住在一起那么多年 和每家人都已经沾亲带故 谁都不想死 也不想让自己的亲戚死 可就像神女说的一样 米国人就放在那里 他们的导弹 也就放在那里 只要导弹不被摧毁 他们的脑袋随时随地 都要别在裤腰带上 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生怕哪天遭到袭击 夏立见到他们这内心惶惶的模样 也知道他们一时半会 没办法决定下来 摆了摆手 你们先下去商量商量吧 今天晚上之前 给我一个答案 明天下午三点行动 中午十二点 怎么都得出发 之前还得制定行动计划 时间太紧 今天晚上之前不给他结果 根本就来不及 一众人纷纷下败 离开夏立的小院 屋子里的几人 确定他们彻底离开 赵强这才皱着眉头 有些担心的小声问夏立 排长 你说他们会答应吗 之前他还以为 他们排长会和之前 那些次行动一样 直接带着人救上 或者威逼力又一番呢 结果他们排长 真的把好的坏的 就那么平铺直续地说出来 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偏意 这么不偏不倚的 直接后果就是 他们排长这番话 把那些人全都吓到了 就连赵强都不得不说 他们排长这回座的这事 干得太过于厚道 让他有点接受不了 第一千一百五十章 什么样的未来才算未来 夏立靠在一背上 视线落在那些人离开的方向 微微耸了下肩 竟然是听天命吧 无论他们出不出人 都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事 如果要是实在不行 咱们明天加上木克敬 这一千多人 也是能闹出来点动静的 木克敬他们赢三个 连加一块九百多人 外加他们连一百多人 总共一千 真打起来捉襟剑肘 只能剑走偏锋 想办法引起对方的注意力 给陆定远他们制造空档 其他人没有夏立心态这么好 空闲的时间 就变成了一场胶着的等待 同样胶着的 不仅仅是夏立他们 还有刚刚从夏立院子里 走出去的一众信徒们 二十几人乘着夜色 在稍显闷热的黑夜里 栩栩前行 脸上均是挥之不去的愁绪 走到一个稍显空旷的地方 重现县长停下脚步 转身看像跟他一样 默默前行的众人 大家怎么想的 都先说一下吧 说着他也没做那些 先让其他人发言 然后自己再出言反驳 以提升自己地位的龌龊事 与其带着几分沉重的直言 我先表得太 我们重现是第一波 信仰神女的人 神女是被我亲自请回重现来的 当初我们答应她 只要她帮我们救助县里老幼 妇女时常晕倒的病症 我们就帮她找到神子 神女虽然不愿 但还是为了救济苍生来到重现 如今重现老幼 妇女的痕迷病 基本已经找到解决办法 可答应神女找到神子的约定 仍旧没有办到 之后的事情 你们也知道 在我们活不下去的时候 神女也帮我们量多 我们重现的立场就是 无论神女有什么决定 我们都会支持 就当是为子孙姬得了 全场静默无声 决定一族性命的事 很难让人很快下定决定 更遑论是飞蛾扑火一般的决定 众人在心里 不是不佩服重现县长的魄力 可该怕的 依旧还是会怕 黄奎文是个三十多岁的村长 个头不高 五官却长得又黑又方正 他脸上露出一个 有些为难的表情 看向县长的眼神 带着让人不易察觉的埋怨 阮老 你也别拿既得行善说事 这是要命的事 大家没办法 像您这么深明大义 才是正常的 黄奎文心里 其实有些埋怨县长 这种大型集会 尤其是非 正向决定发表意见的集会 第一个人发表的意见 十分重要 如果第一个人不同意 那后面的人 也都能坦然的 表达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第一个人同意 后面的人 就没办法 那么坦然的 说出反对意见了 否则不是显得 他们没有那么高风亮节 众人听到他这话 脸色各异 有好几个人 都把脑袋低了下去 刚才问下黎狄军 有多少人的帽蝶老人 拄着拐杖 视线淡淡的扫了他一眼 浑浊的眼睛里 有些让人看不懂的情绪 他出言道 我也同意老软的说法 重现没有人 不记得神女的吼 我们陈县 也不会做那种 忘恩负义的人 人群中几个年纪 稍大的老人 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他的说法 王奎文心里有点崩溃 他刚刚说 不是所有人 都是那么深名大义 这姓陈的老头就说 他们不会忘恩负义 这不是明摆着阴阳怪气他 说他忘恩负义吗 王奎文当即就急了 连语气都有点不太好 神女都说 可以不参加 没要求 咱们必须参战 难道你们就不怕 自家的年轻一辈 全都死在战场上吗 那可是九万人啊 咱们加一块才多少人 怎么打 王奎文试图说服大家放弃 跟着神女 一起去打这场仗的心思 声音里带着几分急切 那位年之茂蝶的县长 并没有说话 只是视线淡淡的 瞥了一眼黄奎文 之前他确实是在参战 和不参战之间摇摆不定 可是看到黄奎文的作态后 他就知道 他们陈县必须参战 否则 他们陈县年轻一辈未经磨砺 全都变成黄奎文这样 他们陈县的未来 将不会再有未来